穿越成反派男配的妈妈 虽是尊贵的公爵夫人 却是被恶棍丈夫嘎掉的炮灰角色 为了苟住自己的小命 无敌射牛决定大胆出击 恶棍丈夫生气时表忠心 有危险时去营救 有人说丈夫坏话 他绝对是护短第一 经过几轮组合拳 傲娇丈夫果然被拿捏 时时刻刻求贴贴 但姐姐是人间清醒花 逃命独自美丽才是硬道理 谁知逃到半路怀了孕 丈夫乘风千里追上他 一把摟过纤细的腰肢 你要带我的孩子跑去哪里 回想七年前 女人因为一场车祸 意外浑穿成小说炮灰爱丽莎 还是反派男配的妈妈小时候 小说中的原主 早早失去了父母 在没有人情味的公爵家长大 因为极度缺爱 她像个狗皮高要执着于自己的丈夫 可能实在是很烦人 最后被丈夫一见呜呼 爱丽莎可不想悲惨地死去 李领和饭还剩十年 只要在这之前改变命运就好 第一次和公爵见面 公爵张口就要她做儿媳 话里话外都说她没用 还十分看不起女人 觉得女人的一生 只要在家生个孩子 就能安逸享受丈夫的财产 这一番话 彻底让爱丽莎反感 居然对还没长开的女生说生孩子 真的很龌龊 难道男人不比女人轻松吗 打着工作的幌子 在外面花天酒地 回到家后就知道大呼小叫 最后理所当然的包揽全部功劳 当她在暗自愤愤不平时 公爵点了点桌上契约书 你在这里签字吧 看着眼前这份结婚契约 爱丽莎没有丝毫犹豫 拿起笔就签了名 只要不生小孩 不执着恶贯丈夫 那她活下去就不成问题 既能在公爵府安逸生活 又能在离婚时拿到巨额补偿金 这样的好买卖 拒绝的话不是二傻子吗 想到这里她干尽失足 只需在这里坚持八年 在大捞一笔远走高飞 在女神的见证下 她一个人 和不露面的丈夫结成了夫妻 看着豪气的少夫人房间 她惊讶的合不拢嘴 华丽的板件 满贵的高定礼服 这才是属于贵妇的生活 她躺上床了开了花 但一想到未见过的丈夫 她就害怕得睡不着 作为男佩的父亲 丈夫李哈特只活在回忆中 爱丽莎虽然熟读这本小说 却也不了解丈夫的性格 只知道在男佩的记忆里 那是个很可怕的人 默默祈祷丈夫永远跌回来 最后实在扛不住困意 沉沉睡了过去 怎料半夜 被一道开门声给吵醒 她揉着眼睛望过去 一个黑发少年正朝她走来 凶狠的样子 一看就不好惹 才刚伸出手 就把她吓得抱着被子瑟瑟抖 看清了她的模样 少年满脸的嫌弃 长得这么小 她差点没看见 转过身想离开 门却被反锁 速度快地令她怀疑人生 少年骂骂咧咧狂砸房门 爱丽莎害怕极了 但也反应了过来 这个小孩就是她的丈夫李哈特 突然一阵大风吹来 可门窗明明紧锁 看着少年自带的旋风 原来这就是卢柏林之力 是能自由操控风的全能 只有卢柏林血脉才有可能继承 此时的李哈特已经暴走 咬牙切齿要去赶了锁门的人 但她只是扎乎的厉害 一转头 又红着眼睛看向爱丽莎 十岁女孩第一次结婚 就被公公要求生孩子 俩个未成年 被强行锁在婚房中 人生第一次 女主爱丽莎差点被吓死 看着男孩暴走的红眼特效 她光速躲进被窝 本以为小命就要不保 没想到男孩竟安静在沙发躺下 她即使怕得要命 还是想着和男孩打个招呼 怎料壮着胆子自我介绍了半天 人家根本没搭理她的意思 她只能原地生愣气 虽然不了解这个人的德性 但能肯定的一点就是 男孩是个很没礼貌的人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 她又被小丈夫无视 本来按照惯例 新婚夫妇结婚第一天 不仅要向长辈请安 还要一起吃早餐 可丈夫李哈特一大早 就把她一个人撂下 单独找上了公爵 大闹一场要退婚 只是注定会失败 在公爵的眼里 她不过是个生孩子的公爵 如果不承担继承人应尽的义务 就没资格坐在少公爵的位置上 话里话外境是威胁 她不但没能如愿解除婚约 她因为早上没和小媳妇一起吃饭 反被公爵当着爱丽莎的面 把她教育了一通 说什么都要让他们同住一间房 她瞪着眼 再次表明了立场 绝对不可能 现在有多决绝 以后就有多后悔 荒荡一生摔门离去 又留下爱丽莎一个人 公爵之所以叫她来 是想给她一样东西 厚厚一本名为妻子美德的书 一看就是没什么营养的内容 李茂和公爵告了别 他瞬间觉得人生无望 居然要学这种迂腐的东西 还真是命苦啊 但这仅仅才是开始 到了晚上 他又被是你们逼着去和丈夫睡 就算不愿意也没有办法 探着半个身子 在门口小心翼翼观察 让他意外的是 李哈特居然也在 看着那双靠在沙发上的脚丫子 他嘴角不禁勾起了一抹笑 从白天俩祖孙的对话来看 教着少公爵大人 仰起灿烂的笑 发出娇友友的邀请 怎么看都让人无法拒绝啊 可某些人就是不开窍 嫌弃他太吵 他恨不得立马跳上去 扇这个没礼貌的家伙两巴掌 不过他也只能气着到晚安 谁让人家是自己的金主呢 但他是不会放弃的 为了自己的离婚计划 他必须笼络账门 从那天开始 除了每天学习新娘的礼节 作为公爵夫人应有的品行 他还要忍受迂腐的重复课程 值得庆幸的是 课程一结束 他就有整天时间泡在图书馆 是帮他了解这个世界最多的地方 但他和李哈特的关系 却没丝毫进展 丈夫还是聚他于千里之外 和沙发打起了持久站 这样下去可不行 他长叹一口气 你和我睡床上去吧 我不会吃人的 李哈特瞪着一只眼 感人的话说了一半 还来不及惊讶 对方就迅速伸出了小手 来吧 我只牵着你的手睡 为了和十岁丈夫离婚 女孩发出了同床共诊的邀请 明明说好的只牵手 最后去楼上了 我只牵着你的手睡 爱丽莎为了拉近彼此的关系 不惜说出这种骗小孩的话 怎料更遭小丈夫的嫌弃了 无论是他直求的表演 还是白天真诚的关怀 都被丈夫当作是引诱 甚至是公爵的狗腿子 他直接当场实话 不管怎么解释 人家就是不相信 他知道这人和公爵爷爷关系差 但没想到差到这种地步 要知道在前不久 他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公爵才把他带回来当孙媳妇 没想到他的这番解释 更让李哈特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因为做错事的人 首先提起的就是家族史 爱丽莎都懵了 这小孩是从小被骗到大的吗 他之所以同意结婚 就是想身为孤儿的自己 能够过得好一点 不想这小孩由言不敬 非说他是受公爵指使 简直没办法沟通 既然软得不行 那就用事实说话 他记得原作小说中 帝国建立之初 共有四个家族 分别有着操控风火水 和大地的异能 他们商议谁来做皇帝 操控着风和火的 卢柏林与凯洛家族 都想坐上皇位 凯洛家族成功当选 为了避免出现暴政 卢柏林家族 则要起到牵制皇族的作用 但随着时间逐渐流逝 誓言被淡忘 变得强大的皇族 妄图吞并卢柏林一族的能力 联姻成了最好的借口 如果不想和公主结婚 李哈特身边的位置 总得有个人站着 爱丽莎摸着自己的良心 她想要的不是生孩子 或是公爵少妇人的位置 一旦成年 她自会离开 但离开前 还需要丈夫和自己共同演戏 李哈特本来还觉得 小媳妇憨憨的 没想到懂得还挺多 答应交易的同时 还不忘强调小媳妇离开的诺言 那傲娇的样子 以后就等着打脸吧 没想到睡到半夜 背后的被子竟变得软乎乎 一开始还挺享受 不过很快就发现不对 猛地睁开眼 她竟然被媳妇一整个抱住 顿时受惊得像只小野猫 不是说只牵手的吗 怎么还贴上了 枕头掉在地上不要紧 重要的是 她都被挤到了床边边 她气得想发火 一身豪冷 又让她的火无处可撒 伸出那只利爪 温柔地给媳妇拉上被子 真是个麻烦惊 为了离婚一夜报复 十岁女孩决定 先拉拢恶棍老公 脸哄带片成功贴贴后 又装巧卖乖 向公爵提要求 不仅满足了上理财客的欲望 还借机教训了府内的侍女 原来爱丽莎早上醒来正看书 就被前方的动静所吸引 一个不过五岁大的孩子 一大早不是在擦底 就是在端茶送水的路上 现在甚至还打扫起了 勾不着的灯台 亮亮呛呛的样子 好像随时都会摔下来 一个小屁孩 干了五个人的工作量 这不明摆着是被大人欺负了吗 爱丽莎笑咪咪走过去 确认了猜想后 她瞬间气不打意出来 本该干活的是女们 竟然为了出去玩 和起火来一次又一次地欺负小孩子 安抚好贴身小侍女后 她嘴角勾起一抹笑 贴身是女 因为现在的这个 除了整理床铺什么都不会 成功引起对方讲道理后 她又装作懵懂无知 将今天所见所闻都说了出来 公爵当然看出了爱丽莎的小伎俩 但还是命远去查明真相 毕竟在毫无对策的情况下 她不会轻易舍弃这张牌 爱丽莎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成功赶走了偷懒的是女们 而从那以后 她就无限利用着公爵的不舍 来满足自己的小心思 只要不是大问题都不成问题 但在女孩子学财物这件事上 公爵却始终不同意 她不得不使出杀手锏 表示只想趁着和丈夫上课的时间 拉近拉近俩人的关系 凡是对抱孙子有意的事 公爵又怎能拒绝 爱丽莎信心满满 她要把能发财的路子都试试 意气风发推开教室门 李哈特就满脸嫌弃 你来这里干什么 听到小媳妇想帮自己分担工作 她嘴上虽说着很欣慰 满脸却都是看不起 身后传来一声咳嗽 白胡子老师也到位 刚讲几分钟 就给爱丽莎布置课堂小任务 试着用算盘打出几个数字 简单的两位数勉强还可以 但复杂的三位数 爱丽莎明显有些吃力 毕竟中国的算盘 不是一两节课就能学会低 好在恶棍丈夫突发热心肠 手把手耐心教着她 正确的操作 引得老师拍手连连夸赞 看着小媳妇敲咪咪说谢谢 李哈特本来还无动于衷 可小媳妇后面笑得实在太可爱 直击灵魂的同事萌化着她的心 还是小媳妇提醒 她才发现手还摸着呢 顿时又像受惊的小眼猫 脸都红成了猴屁股 还自我催眠这不是帮忙 只是复习功课而已 但刚说完又啪啪打脸 小眼神总忍不住撇了又撇 这打脸速度还真是快呀 十岁男孩第一次结婚 就学大人追七火葬场 明明刚刚上课时还偷看 现在下课了又不认人 小媳妇热情邀请她出去玩 好心想给她买留口水的娶妻 她不领情就算了 还嘲笑那是小孩子才喜欢的东西 把人家气得脸红脖子粗厚 倒是回房看起了书 可窗外传来的雷电声 又扰得她心烦意乱 想着春季频繁出没的怪兽 继续看书是不可能了 真是个麻烦惊 嘴上虽毒蛇 手上还是拿起了披风 踏上窗台 化身蝙蝠超人乘风冲了出去 而她担心的小媳妇 现在正和贴身侍女安妮有说有笑 买到了心心念念的曲奇 爱丽莎别提有多开心 计划着离婚后开个点心店 可梦想还没实现 意外就先到来 轰的一声 把车开始剧烈晃动 俩主仆随着车被掀翻 曲奇点心洒满了车厢 还来不及哭 死亡气息再次逼近 丑不拉击的怪兽趴在车窗外 框框砸起了车 主仆俩吓得抱着瑟瑟斗 以为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 好在李哈特出现的急时 面对凶狠的怪兽 她眼神充满了杀气 操控着雷雨 团成旋风大球球 一个帅气的威压 怪兽瞬间被炸出了香味 隔壁小孩都掺扑了 看着媳妇安慰着小侍女 她忍不住心疼起来 明明胳膊都受伤了 自己是看不见吗 你以为她转了心 结果听到媳妇要报答 她又改不了嘴欠的毛病 扑吃笑出声 你一个吃曲奇的小孩 怎么报答我呀 所谓越是傲娇 打脸越是来得快 在遭遇怪兽的当晚 皇帝就寄来了邀请函 表面是邀请公爵一家 皇帝的公爵还是答应 经过了半个月的跋山涉水 刚到帝都 小夫妻俩就做起了准备 毕竟去那种场合 气势不能输 是你们把爱丽莎打扮得 像橱窗里的洋娃娃 既精致又漂亮还不识可爱 她也是第一次 见到这么帅气的丈夫 在心里一直夸个不停 丈夫明明也看到了她 静扭头假装不认识 她光顾着吐槽丈夫没礼貌 却没看见那只羞红的耳朵 让她更无语的事 马车上李哈特一直盯着她 像看夕阳镜似的 难道是老娘今天格外漂亮吗 她逮着机会就开始撩 你这么盯着我 是因为我身上粘了东西吗 没想到一语成衬 她头上还真的有东西 看着丈夫取下来的线头 她简直快羞死人了 连忙扯开话题 想知道公主和皇太子是什么样的人 一提起这俩人 李哈特是一点也不客气 什么人渣 外加不可回收的垃圾 爱丽莎扶着丈夫的身世 边下马车海边犯底部 心想到底得坏成什么样 才让刻薄的丈夫更加刻薄 但一抬头 贵族们毫不掩饰的视线 她似乎开始有了体会 因为是南方来的小媳妇 她被嘲笑是土包子 被随意安排在餐桌下等坐 爱丽莎虽然很想胖做对方 但作为少工局夫人 就算才十岁也得学会忍耐 好在她有一个还不错的丈夫 平时那么臭屁的一个人 却知道霸气护气 不声不响在她身旁坐下 面对垃圾皇太子的挑衅提问 小丈夫直接冷言回怼 妻子在的位置 就是她该待的地方 就算被嘲笑成痴情汉子也无所谓 一众小屁还刚坐定 有人就忍不住开始表演 倒上满满一杯82年的红酒 皇太子来到餐桌最末尾 摇晃着手中的酒杯 给引发男孩来了个免费洗头 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爱丽莎气不打一出来 刚进来时就看到皇太子兄妹俩欺负人 现在连吃饭也不消停 原来丈夫说的人渣是真的 她不管三七二十一 拿起手帕就帮男孩擦 而她这个举动 势必会引起某些人的不爽 皇太子一边夸她善良 一边端起一出来的酒杯 说着就要好好招待她这位新朋友 眼看着酒水就要滴下来 一阵狂风突然掀翻了公主的脑子 在场的人都被迷了眼 等狂风散去 皇太子反被自己泼了一身酒水 她气急败坏 对着李哈特大喊大叫 像急了一只乱飞的恶犬 如果不是被人拉着 她不知道会被揍得多惨 连退个场还在不停放狠话 就不能安安静静离开吗 爱丽莎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看着丈夫起身离开 谢谢你我的丈夫 没想到李哈特一厅愣在了原地 连招呼都不打就转身离开 她以为是自己太烦人 却没看到身后那张羞红的脸 拿着礼服弄脏了当借口 拒绝了茶话会 和侍女安妮待在小树林 却因此撞见一个大阴谋 几个来路不明的男人 大声密谋要除掉卢伯林少公爵 一听自己的丈夫有威胁 她差点就去找了皇家骑士 可不排除那几个人是受皇帝指使 经过深思熟虑 她还是决定去寻求自家骑士的帮助 一路狂奔跑得满头大汉 怎料她的情报 却被骑士当成一个笑话 看着不上道的俩人 她直接干出靠山老公爵 如果少公爵这根毒苗出了事 二位觉得自己会好过吗 你们没有效忠我的义务 但却是誓死效忠卢伯林的骑士 说完这番话 爱丽莎已经拉上了缰绳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个人骑着马就冲进了森林 虽然知道丈夫死不了 但还是很担心 她穿越代替了原主 剧情或许说不定会被改变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去看个究竟 突然前方狂风大作 不知比平时猛烈了多少倍 她知道 李哈特一定是出事了 别人十岁还在玩泥巴 而她已经结婚为人妻 眼看丈夫遭遇生命危险 她直接骑马带兵前去营救 亲眼目睹丈夫一人撂翻数十人 那些杀手如同蚂蚁般被碾压 在场的同龄小孩都想懵了 可爱丽莎却装满的担心 在丈夫裙架打完后 第一个冲上去 看着丈夫腰子上渗出的血迹 她连忙伸手去扶住 带回家里悉心照顾 虽然丈夫受伤不重 她却意外得到一个坏消息 侍女安妮结结巴巴慌慌张张 因为她偷听到了真相 刺杀事件的幕后主使居然是公爵 亲爷爷竟对亲孙子下手 爱丽莎怎么也想不通 回想今天公爵府来来往往的贵族 难道是为了利用孙子 来证明卢柏林依然强大吗 想到这里她气到发抖 怪不得在丈夫受伤晕倒时 公爵只是淡淡看一眼就离开 她虽嘱咐安妮守口如瓶 内心却纠结极了 如果丈夫知道了真相离开公爵府 那她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 可她也不能只顾着享受 就忽略别人的痛苦 所以在丈夫醒来后 她就把真相说了出来 没想到李哈特却特别平静 似乎早已经习以为常 原来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 她生来就是撕绳子 被公爵视为家族的耻辱 如果不是她激烈 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而她最后成为继承人的原因 是一年前的一场车祸 带走了公爵唯一的儿子和儿媳 她因此被带了回来 被当成生孩子的公爵 所以她要复仇 亲手让这个家族断死绝孙 得知丈夫悲痛的过往 爱丽莎既惊讶又心疼 原来这个孩子承受了这么多痛苦 她突然理解了小说原主的死 毕竟被人设计生下孩子 李哈特肯定难以接受 她握住丈夫的手 我愿意站在你这边 而且是任何时候 她就像炙热的小太阳 温暖着悲惨少年破碎的心 李哈特瞬间被攻略 可二人世界还没有过多久 就来了不速之客 是在宴会上他俩帮过的安色 看到小媳妇打扮得那么漂亮 还笑得那么开心 明明才说了要站在他这边 现在却在和别的男人单独见面 还把他这个病人丢在床上 气得他伤口也不疼了 下床走路也利索 怒吼吼来到小媳妇身边 对客人说话那是一点都不客气 感受到媳妇的肝瞪眼 她竟然装起了头晕 爱丽莎不得不下了逐克力 要亲自送她回房间 爱丽莎 气得她嘴都快撇到脑门了 别人十岁还在写作业 而她已经有了心疼的对象 因为媳妇的一句话 我会站在你这边 李哈特从此开始沦陷 没想到媳妇扭过头 就和别的男孩有说有笑 还要去参加宴会 搞得她醋坛子打翻了一地 晚上入睡前 她旁敲侧击让媳妇 别和那人走得太紧 可没来由的讨厌 反倒被媳妇教育了一通 还提起了皇太子那个人渣 感觉有被内涵到 她急了 是你说过要站在我这边啊 看到媳妇那副装不懂的样子 她顿时无语极了 好像在说你怎么能这样 一头扎进被子里 连媳妇给她到晚安都不搭理 可等夜深人进食 又戳着人家的脸蛋 就应该只在意我一个人呀 这战友欲也是没谁了 然而第二天又开始装高楼 坐在马车里一句话也不说 爱丽莎在一旁有点闹闷 昨晚丈夫那么不乐意 她还以为这人不去呢 果然是因为害羞 这么一想还挺可爱 而且今天的丈夫还有点不一样 当她下马车时 还主动伸手 说要牵着她走 之前总是给她臭脸的人 居然变得这么体贴 虽然有点不习惯 但感觉很踏实也非常慢 一家三口刚入场 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和夸赞 可上次的皇家宴会 简直是两个极端 可面对这样的热情是好 爱丽莎却开心不起来 那可是公爵设计孙子换来的结果 见过伯爵后 小两口就被分配到了别馆处 是举办宴会时 小孩子们的聚集地 不过这里除了安瑟尔这个小主人外 好像没有人欢迎他们 毕竟他俩把皇太子得罪得不轻 但桌上都摆满了曲奇 那还在意其他人干什么呢 怎料从刚刚和安瑟尔打完招呼 丈夫又开始阴阳怪气 爱丽莎直接塞去一块甜点 吐槽丈夫今天话真多 她亲手投胃 味道肯定很好吃 一边吃还不忘调坦一下丈夫 突然一阵刺痛传来 脚后跟被心皮邪磨得又红又煮 果然漂亮是需要代价的 她撇下丈夫 单独来到阳台沙发坐下 整个人才感觉活了过来 却无意中听到有人在说话 走廊那边传来皇太子重病的消息 听说是被吓得不轻 爱丽莎才不相信 皇太子不会这么早领喝饭 说不定是在装 毕竟那天在森林确实很丢脸 怎料吃瓜吃一半 竟吃到了自己丈夫的头上 听说李哈特的妈妈是卖春女 据说她是私生子还做过佣兵 所以才这么暴力无力吧 爱丽莎原地气的发抖 直接冲进走廊 一人对抗七嘴八舌 她一点也不虚 离其你们这些只敢嚼舌根的烂人 她的丈夫不知道好多人 小粉猫眼看就要败下阵来 又来了个性格傲慢的银毛 哟 你很狂妄呀 这可是皇太子的未婚妻 粉猫说着就要让爱丽莎行李 我看你们的教养是白雪文 我堂堂少公爵夫人 需要像什么都还不是的人行李吗 句句戳中对方的要害 气得银毛涨红了脸 爱丽莎一边离开海边再对都不停 没想到丈夫竞跟了上来 看到她发抖的手 立马心疼扶住目光阴冷 像这些害虫根本没必要搭理 我不要 在街市的岩石也有被水滴打穿那天 更何况是人心 她既然决定了站在丈夫这边 就不能任由别人这么拥有 而相反遇到说她坏话的人 丈夫也要用暴风吹嘴才行 李哈特恍然大悟 就算怕得直发抖 还是要拼命为她出头 原来那句话是这个意思 想起刚才媳妇一瘸一拐的脚 她立马蹲下 爱丽莎还挺意外丈夫的细心 虽然感觉有点别扭 但比想象中更温暖了 一群光着膀子汗臭的男人 把十岁小媳妇看得直流口水 那直勾勾的眼睛都快掉了 怎料丈夫突然出现在身后 爱丽莎心虚的差点吓得灵魂出窍 面对丈夫的疑惑 她打着哈哈夸训练的骑士们很帅气 迷得她都想学剑术了呢 其实主要是想和肌肉哥哥们一起练 不料就那么随口一说 人家不仅当了真 还自告奋勇要手把手教她 她不得不手动给丈夫点赞 你真棒 不过这下可玩大了 薛剑啥的她是真没兴趣 连忙客气两句就逃离现场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李哈特的促进又上了头 不就是帅气吗 第二天帅气的倒霉蛋出现了 才来公爵府一年的汤姆森 平时工作兢兢业业活得还不错 可不知道哪里惹到了少公爵 昨晚半夜三更突然找到她 说今天要和她对练 可李哈特盯着楼上都看了两小时 这哪里有对练的意思 直到那个身影出现 她才勾了勾手指令马开始 提起剑就冲上前去 再来一个帅气的姿势 刷刷两三下 就把对方打趴在地 这下还不把媳妇摔瞎眼吗 只是等她再转头看去 楼上窗前却不见人女 晚上回去洗漱完 就支支吾吾问媳妇都干了啥 听到媳妇有看她对练 她心里别提有多开心 却还假正精装不知道 可还没装过三秒 就被媳妇一把拉近破了弓 在她身上看来看去 生怕对练让前两天的伤口复发 说着还上手扯起了衣服 给她吓出了两滴冷汗 连忙将话题扯到一旁的地图 爱丽莎研究着图上的各个领地 还时不时让她点评 想要知道哪里最适合生活 这让她很好奇 你问这个干什么 可答案直接让她懵了 媳妇竟然计划着离婚后去哪里养老 她这才想起前不久的约定 回想当时自己傲慢的样子 她肠子都悔清了 连忙打探媳妇想住哪里 没想到那个地方 刚好离安瑟尔家特别近 真是可恶 这天过后 公爵府平静了一段时间 却在春天结束时 传来了打仗的消息 每当这个时候 皇族的太子和皇子都必须出战 为士兵鼓舞士气 没想到皇太子不仅装病在床 皇帝还搬出了盟约 下令让李哈特代替皇太子出战 看着公爵生气的样子 爱丽莎担心极了 虽然清楚丈夫不会死在战场 但猎场的事还历历在目 而且这个家里 只有她一个人站在丈夫这边 不 我的丈夫很强大 她催眠着自己 却莫名红了眼眶 可看到丈夫的那一刻 她眼泪还是不争气的掉了下来 虽然不会死 但不代表不会受伤了 那得多疼呀 她冲上去将丈夫紧紧抱住 哭得稀里哗啦 她真的不想 也不要丈夫上战场 十岁男孩即将前往战场 却又被爷爷逼着生孩子 还用继承人的位置做威胁 但他可不会乖乖听话 大不了从那个位置退下来 公爵被他气得筐筐砸桌子 如果你死了 卢伯林就会被皇族吞并 为了守住这个家族 觉得有些讽刺 比起亲孙子的存亡 这人更害怕家族的没落 但卢伯林必须毁在他手里 所以他绝对会活着回来 孩子这种东西真的没有必要 怎料他反抗的话还未说完 一旁的媳妇就答应了下来 之前听到丈夫要上战场的消息 他眼睛都哭成了小灯泡 与其在这里和公爵浪费时间 还不如多点时间和丈夫相处 比起第一次被锁在房间 这一次俩人明显和谐许多 李哈克刚想说什么 就被爱丽莎捂住了嘴 握住丈夫的手 而且安妮也会从中帮忙 瞒住公爵不成问题 毕竟无论是初夜还是初吻 都应该和爱的人分享 才会更幸福 看着他温柔的样子 李哈特愣在了原地 因为爱对他来说实在太陌生了 从小就失去了母亲的他 被舅舅卖掉之后 又遭他的好父亲抛弃 甚至差点死在亲爷爷的手里 他的人生简直可以说是一片黑暗 可爱丽莎就像是一道光 突然照进了他的世界 不仅会担心他 还会为了维护他和别人满街 更会为了他流泪 虽然他还不懂什么是爱 但现在的他可以确定 那就是不想失去唯一属于自己的人 而皇帝很快就定下了出征日期 表面上是敌军来势汹汹 实则是想让李哈特早点去送死 所以在出征之前 他每天都去森林里打怪兽 每次回来都是一身的伤 爱丽莎是又心疼又生气 不管人家是否同意 就拉开衣服帮忙上起要来 弄得李哈特满脸难为情 为了能活着回来 他每天都拼了命训练 连同手下汤姆森也跟着受罪 但出征前体力透支可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最后的时候 应该和最重要的人一起步 毕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这本来是他用来忽悠的话 没想到李哈特静听进去 想起昨晚媳妇让他早点回家的画面 他二话不说就跑了回去 没想到一进门 就吵醒了等太久睡着的爱丽莎 手忙脚乱的要给他过生日 可他连自己的生日是那一天都不知道 看着卡片上的生日祝福 还以为他会生气 没想到他却笑了 还特意休息一天 要带媳妇去约会 这可把爱丽莎高兴坏了 怎料半夜圆女主净凸显 李哈特明明约的是她 真的是太过分了 十岁丈夫明天就要上战场 小媳妇不仅送上爱的抱抱 还送上一条开过光的平安项链 李哈特别提有多高兴 所以她也要告诉媳妇一个秘密 这个房间有一条逃生通道 如果遇到危险就从那里离开 无论躲到哪里都好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虽然她现在年纪还这么小 但爱丽莎却觉得很踏实 转身就催着丈夫赶紧睡觉 她凌晨一定要起来送行才可以 可她一睡着 连天王老子来了都叫不醒 所以和丈夫拉勾勾 一定要叫醒她 李哈特嘴上答应着 心里可没这个打算 趁着媳妇睡着 她就开始单方面告别 不要生病 一个人也不要难过 再见了爱丽莎 我去去就回 轻轻地一吻成了俩人年少事最后的甜蜜 等到第二天爱丽莎醒来 她的旁边已经空空如也 不声不响就走了 她真的又气又难过 明明约定好的事情 怎么能这么不辞而别呢 她都没有做到一个妻子该尽的义务 骂骂咧咧越想越起 上一秒还在嘴硬要把丈夫教训一顿 下一秒又成了失落的小白兔 念叨着李哈特的名字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从这天起 她在这个家里就成了外人 侍女明目张胆地无视她 老公爵也没有搭理她的意思 好在还有安妮这个小可爱 她的命才不至于这么苦 刚做好自我安慰 就在门外听到了侍女们的谈话 黄毛正怂恿别人偷东西 还声称少公爵不会活着回来 毕竟明摆着就是被派去送死的事情 他们得自谋生路才行 爱丽莎气得一把推门进来 什么生路 她也想了解了解 俩侍女顿时就吓尿了 胆小的已经在承认错误 胆大的黄毛却不知悔改 还当面挑衅 什么少公爵去世家门没落 竟然敢说这种话 爱丽莎因沉着脸眼神阴了 立马就将黄毛赶出公爵府 顺便再警告立威 谁再敢轻举妄动 别怪她无情 转眼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大家都说李哈特会打败仗 虽然她很相信丈夫的实力 却也难免心烦意乱 就在她自我催眠时 安妮传来了好消息 少公爵打赢了第一场战斗 她惊讶地站起身 不愧是我的丈夫 心里的石头这才算落了笔 但有人可不会像她这么开心 她向安妮确认了皇帝的生日 一个好主意瞬间涌上心头 那群讨厌的家伙 是时候出点出点血了 十岁丈夫在战场受苦 皇太子却在家享受宴会 这让小媳妇怎么能忍 在耶稀俩入场的那一刻 准备的好戏就要开始了 爱丽莎带着礼貌式假笑 眼神死死锁住了前方的某人 皇太子还以为今天仍是她的主场 可大人们三句不离少公爵 毕竟才十来岁 就已经为帝国立下了大功 那真是人才啊 小孩们一听 又逮着机会拍皇室的马屁 将少公爵打胜仗 归功于陛下的好眼光 明说是骂皇太子 但很明显 这次马屁没拍在点上 皇太子尴尬地赞同着 内心却快气死了 要不是父皇让她装病在床 再把她出征的机会给了李哈特 说不定她早就打胜仗了 也不至于现在被人拿来做比较 她正气得牙痒痒 身后却突然传来了笑声 转头望去 爱丽莎正和两个贵族有说有笑 哟 这不是少公爵夫人吗 皇太子带着一群小跟班 本来是想找茬来着 可爱丽莎不仅行李实在发光 就连笑都笑得那么好看 听少夫人问候她的身体状况 她居然有些不好意思 说什么父皇的诞辰 身为儿子怎能不在场 只见爱丽莎吞吞吐吐满脸担忧 皇太子这么有孝心 怎么会传出凝食趴上战场 所以才故意装病的传闻呢 看皇太子被点到的表情 她茶里茶气 话里话外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听皇太子满嘴不承认 果然是我听错了 面对可爱小白兔的唐衣炮弹 皇太子立马就上钩 当场宣布这次要和支援军一起出征 那傲娇的样子 还不知道自己做了多蠢的决定 而爱丽莎很快就会让她知道 公爵送上一颗价值两亿的发光石 带着她一起为皇帝送上了生日祝福 皇帝假装客气 这么贵重她怎么能收呢 还不等公爵说话 爱丽莎就抢先一步奉承皇帝的恩惠 比如皇太子刚刚才表示 这次会和支援军出征来的 哪里还有比这个更贵重呢 无视皇帝皇后错愕的表情 对皇太子就是一顿嘎嘎快 皇太子勇猛无比 皇太子真厉害 皇太子出征 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经过她采红屁的熏陶 不仅让皇太子成功出征 还得到了公爵真正的认可 甚至特意为她安排了 女主人才有的副佐官 她现在感觉身心畅通喝妈妈香 而支援军出发时 会为前线的骑士们 带去家属的东西 听副佐官这样说 她马上就书信一封 只希望丈夫收到能够开心 一字一句都是她的期待 可没想到这场战争 会持续七年之久 看着信中的内容 李哈特嘴角抑制不住的笑 曾经那个傲娇的小男孩 如今已长成宠妻的大帅哥 手中的干花纹了又纹 小心翼翼在胸口掏了又掏 原来是出征的前一晚 小媳妇送给她的平安项链 心里对媳妇浓浓的思念 眼下只有这些物件能够解忧了 其实汤姆森这时姗姗来迟 残留的敌军已经清理完 被少公爵吐槽动作太慢 他真的要冤死了 再快的双脚 也跟不上会飞的人了 其实他来的真正目的 是因为皇帝派使团送来的清理信 不但要为军队举办盛大的庆典 还要奖励少公爵想要的东西 可我们的少公爵大人只想回家 反正庆典是为军队举办 我再不再都无所谓吧 日思夜想的丈夫即将归来 她欣喜若狂 准备多年的离婚书 终于就要派上用场 只要等到女神允许 也就是和丈夫约定的离婚年龄 她就能离开公爵府逍遥了 想到这里 爱丽莎如是重负 她这下可算是熬出头了 提前说着再见 心里既高兴又有些许失落 夜深人进食 她翻着丈夫这些年纪回来的心 性格倒是和以前一样呆呆的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长谈呢 突然阳台传来一阵风 她惊讶地站起身 这风真的太熟悉了 眨眼之间 李哈特果真在阳台出现 好久不见爱丽莎 洁白的衬衫衬得她格外帅气 就好像在做梦一样 爱丽莎小鹿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疑惑她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早 明明早上得到的消息是几天后 因为思念 说话间 丈夫已经牵起了她的手 她浑身的不知所措 还以为丈夫说的是思念故乡 却莫名脸红到了耳后跟 李哈特不禁明嘴笑了笑 满眼都是宠妮 被媳妇问到要不要洗澡 我已经洗过了 拉起媳妇的手 就放在脸颊旁 你要不要摸一摸 她这一举度 可把媳妇吓坏了 明明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呀 还怕她睡不自在 主动要去躺沙发 她戳了戳媳妇的小脑门 是谁说不会吃了我的呀 所以一起应该没关系吧 逗得媳妇哈哈笑 那就一起吧 但没想到媳妇入睡这么快 连姿势也变得老实 不再突然抱着别人了 她只能吻着人家的秀法 真的好可惜 是啊 这一别就是整整七年 她长大了 爱丽莎也从毫无根基的少妇人 一步一步做到了领主位置 北部冬天缺粮食 但好在铁矿密度高质量好 她就让阴干旱失去工作的百姓 帮助铁匠制造农具 再用农具向南方换取粮食 既解决了领地保暖问题 又可以通过卖农具武器获得金币 在座的老臣们 对她都是敬佩和欣赏 可见这七年 这种事并不少见 随着领地居民越来越多 势力越来越大 本就对卢柏林忌惮的皇帝 最近是更加坐不住了 当初因为忌惮李哈特的实力 她就找来了谋臣雷默 想要一个既合理又致命的方法 也就是这尖嘴胡塞 向她提出利用四大家族盟约一事 让皇太子装病在床 斥令李哈特代替皇太子上战场 再到后来公爵卧床不起 爱丽莎顶替了领主事物改变管理方式 她也没当一回事 现在卢柏林领帝要钱有钱要兵有兵 没想到这小姑娘还真有两下子 眼下少公爵也要归来 但别慌 她会在这之前除掉爱丽莎 夫妻结婚七年第一次见面 她却以为是做梦 梦里丈夫颜值高身才好 就连撩人都那么真实 可惜少公爵还在回城的路上 是女的话 让爱丽莎更加迷里乎乎 管家带来丈夫归来的消息 那我们出发吧 打开城门 小号吹起 打了圣仗的骑士们 跟随着少公爵一起入城 七年了 丈夫终于归来 好像不太对 丈夫咋和梦里那么想 眼看距离越来越近 她有种不好的预感 爱丽莎 早上好 果然 昨晚不是梦 居然还偷笑 她还没说上一句话 李哈特就被公爵叫了去 看样子病得不轻 却心心念念要催生 气 既然送去的姑 姑娘你你不爱 那就赶 赶紧和郑妻生 简直就是有大病 李哈特气得牙痒痒 没用的话她懒得听 转身离开不在大里 打圣仗 被催生 今晚注定不醉不归 骑士们举杯在海底 她愣是坐那里生闷气 还把媳妇晾一遍 少夫人 来 喝一杯 这比脸还大的酒桶 是骑士们的忠心和感谢 她臭着脸婴森森 媳妇根本不搭理 还阻止她相权 爱丽莎端着酒站起身 氛围瞬间变震惊 几句欢迎词说完 举杯吧 卢柏林的英雄们 抵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她直接大口大口咕噜完 真是好酒量 不仅丈夫很震惊 就连骑士们都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你啊 少夫人 几大杯下毒 她醉得连话都说不利索 但有人跟她抱怨丈夫 立马摆手护骨子 那人其实嘴硬心很软 说得对方满脸懵 说曹操曹操道 丈夫拿掉酒桶要睡觉 她撅起嘴撒着焦 再玩一下不好吗 丈夫宠溺叹气笑了笑 当然不行 当着一群单身狗的面 就这样把媳妇抱回家 简直跟新婚一样甜呢 可媳妇醉得像个孩子 她贴心盖上背 反被媳妇一把抓住 迷迷糊糊让她别担心 我只牵着你的手睡 她宠溺地叹着气 可是怎么办 现在只牵手 恐怕是不太行了吗 小夫妻七年来第一次见面 媳妇净罪的不省人事 乱碰碰醒来 回想昨晚耍酒疯的画面 爱丽莎懵了 这辈子从没这么丢人过 要是丈夫看到会怎样想 突然门吱哑一声 她又拉上被子 心里想着要赶紧装睡 眼神却忍不住偷瞄 丈夫穿着睡衣录着胸肌 这身材真的超棒 就连脸上未擦干的水珠都那么性感 只是突然拖了起来 爱丽莎快羞死了 心里吐槽丈夫太随意 但她的眼神好像也没离开过 一眨眼 丈夫已经换上衣裳 还向床边走来 她双眼紧闭小路乱撞个不停 这种不带感情的演技 怎么逃得过丈夫的法眼 你要装睡到什么时候啊 好吧 她只有硬着头皮起来 还想狡辩什么 丈夫却把醒酒要递了过来 她一边接过杯子 一边试探昨晚有没有做过份的事 这个嘛 不好说 丈夫意味深长的笑 气得她又羞又木 难不成自己昨晚真的做了什么了吗 弄得她一整天都不在状态 头痛就算了 丈夫给的醒酒要比黄莲还苦 她打死也不想再喝酒 这时窗外传来一阵嘈杂 来到阳台 原来是李哈特 男人认真工作的样子真的帅 这到底是谁家的丈夫呀 长大后的李哈特 不仅没长残 好像还变得温柔了很多 她一边欣赏美颜一边嘀咕着 丈夫或许是听到了 突然抬头 她进条件反射躲了起来 她搞不懂为什么 这还用说吗 当然是因为爱情 只不过她自己还没意识到而已 管家在这时找上门 说是公爵有事找 想都不用想 公爵又来催生了 如果敢被弟弟搞小动作 就要把她当作姐妹的事你们嘎掉 光是想想那个画面 爱丽莎就觉得可怕 所以这一次 她真的妥协了 穿着一身若隐若现的睡衣 强忍着不是 一个借安慰自己没事 毕竟丈夫不是强忍所难的人 可原著中 李哈特的儿子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怀上 但他还没做好准备 丈夫就来到他身后 看着那张生气的脸 他拼了命解释 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被赶 怎料丈夫却给他披上床单 不仅说着关心的话 还让他别再一公爵的话 做完一系列动作 丈夫就转身离开 他还想说点什么 眼前就只剩一阵风 他知道丈夫是为了自己才这么做 所以为了大家的幸福 他必须要尽快离婚 为了保住第十次厨业 男孩每到后半夜才回房 怎料今晚被媳妇当场抓包 还要和他分房睡 他慌了 为什么 爱丽莎突然红了鼻子 觉得丈夫是和他在一起 不自在才这样 我哪有 那你为什么天黑就出门呢 李哈特有些难为情 结结巴巴谎称自己喜欢散步 其实是怕把持不住而已 每晚回来看到媳妇睡着的样子 他都觉得很幸福 更不愿放弃在一旁入睡的机会 但他实在说不出口 幸好媳妇对他散步很感兴趣 飞在天上散步 那是什么感觉 你要不要试试 爱丽莎满满的气带 穿上一件防风斗篷 牵上丈夫的手 可她还是有点担心 万一掉下去了怎么办 只要抱着我就不会 她不熟练地抱了上去 只见李哈特嘴角扯起得逞的笑 一个公主抱把媳妇抱在怀 忽然双脚离地 小媳妇吓在怀里不敢动 一阵阵风在耳边刮过 她双眼紧闭不敢看 直到丈夫让她睁开眼 几千平米的公爵府 在这个距离 就像个小小的玩具房 这感觉好像在做梦 真的谢谢你 丈夫一脸的宠妮 而他俩一起讲过夜的事情 也惹得公爵大发雷霆 不仅给爱丽莎重新安排了房间 还想给孙子送心的女人 都病成这样了 也忘不了传宗接代 她也很无奈 来找丈夫商量对责 没想到刚开门 又看到丈夫刚洗完香香的好身材 小两口瞬间红了脸 她连盲装正惊 提起来这里的原因 门外却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是从慌慌张张 公爵他老人家不行了 这完全在意料之外 看着床上连气都喘不顺的人 爱丽莎既惋惜又同情 公爵为家族拼命了一辈子 甚至都快死了 也没有想要休息的想法 她不明白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做那么多事为什么 听丈夫想要和公爵独处 她礼貌到了别 只留下李哈特一个人 本想让您多活一段时间 亲眼看着所有的梦都破碎 然后活在痛苦绝望中饱受折磨 可没想到 您会这么舒服的离开 她第一次叫着爷爷 眼中却是满满的恨 这下卢柏林是我的了 公爵被气得一张一合 含着恨一合不甘结束了这一生 李哈特为他合上双眼 请您一定要在地狱里看着我 与此同事公爵城外 一个满身是伤的小男孩 看着身后瑟瑟抖 从不出现怪兽的地方 为什么会变得反常 明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媳妇却总想着离婚 每天加班教丈夫学习处理事务 转交手里的财政大权 可再收到好友的来信 修建五年的养老大别 也马上完工 爱丽莎反倒又有些不舍 本来丈夫凯旋归来时 她就应该提出离婚 没想到公爵突然离世 看不出是卑士喜的丈夫 实在让她很心疼 只是这段婚姻终究是一张契约 虽然她实实在在 做了八年领地女主人 但为了丈夫的幸福 她必须要离开 况且丈夫现在也已恢复 领地大小事务更是不在话下 是时候离开了 清理完在场的人 李哈特 我有话要和你说 怎料一看到这样的脸 她又说不出口 吞吞吐吐 憋了半天 好不容易决定要说 一般这个时候 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 骑士慌慌张张 西边的森林发现大量怪兽 而且破坏力惊人 李哈特一听 立马就要前去解决 爱丽莎也觉得奇怪 本来不该出现在冬天的怪兽 最近却总是出现还伤害居民 或许不是因为春天即将到来 难道是故意有人在背后操作吗 正这样想着 小助手又来报 有一处山村发生了雪崩 虽然听说没有人员伤亡 可当她赶到现场 还是被吓到了 整个村庄都被大雪淹没 零下50度的天气 这让村民们可怎么活 她连忙下马慰问 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被埋 但这个小女孩一直哭嘻嘻 因为她的哥哥上山剪柴还没回来 一听是西边的森林 爱丽莎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那里不就是怪兽评出的地方吗 她装作镇定 夸赞了小女孩的勇敢 还安慰着一定没事 但必须得立即展开搜查 只是她心里也拿不准 眼下只有祈祷那小男孩不会有事 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 一群独角恶狼流着口水 躲在草丛下的小男孩快吓死 她真的回不去了吗 小夫妻结婚七年还没来得及造娃 就双双摔下了万米悬崖 零下50度的天气 先有雪崩淹没了村庄 后有人为导致了怪兽的出现 为了让村民活下来 爱丽莎紧急准备了救援物资 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可失踪的小男孩仍然没有消息 只在森林深处找到一捆柴 眼看天越来越黑 她无视其事地劝告 决定加入寻找男孩的队伍 却在半路遇到更奇怪的事 这种人脸兽深的怪兽 天生最怕人类 现在静也跟着出山 她眉头一皱 事情绝对不简单 一定有什么东西影响着 从白天找到了天黑 连小男孩的一根毛也没找到 眼下又飘起了大雪 就在大家劝她离开时 突然传来一声孩子的尖叫 快点 在这边 小男孩吓坏了 幸好没有受伤 好不容易平静了一点 却突然大喊着夫人满脸惊恐 因为怪兽又出现了 盯着爱丽莎浑身血红 她颤抖着回头 想要逃已经来不及 难道我要死在这里吗 面对扑过来的猛兽 她下意识伸手不想死 怎料手指接触怪兽的一瞬间 竟冒出了点点难关 刚才要吃人的怪兽 一转眼变成了乖巧的小奶狗 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想不明白 但暂时脱离了威胁 只是情况仍然不太妙 他们被一群怪兽困在了悬崖边 怎么办 爱丽莎这下完全没了主意 这时熟悉的风再次吹来 李哈特像神明般出现在半空 让所有人往后退 区区怪兽 竟妄想伤害她的媳妇 简直在找死 轰隆隆 一阵阵雷电劈下 怪兽们瞬间炸了毛 全身上下还滋滋作响 要是有一把自然应该会更香 几秒钟的功夫 怪兽们就被当场解决 爱丽莎既感动又欣喜 可雷电威力太大 她脚下逐渐出现裂缝 一眨眼的功夫 石头彻底断开 她就这样掉了下去 李哈特大喊着爱丽莎 急速降落伸手去抓 还好成功了 她双手搂住了媳妇 怎料速度太快 厉害如她也无法掉走方向 只能发动风力减缓冲击 扑通一声 等骑士们探头去看 除了湍急的水流 哪里还有少公爵和夫人 小夫妻洞房花竹七百回 这回终于是动了针 之前俩人不幸掉进爱河 又被卷入了漩涡 李哈特死死抱着 晕过去的媳妇 就算她会飞也很难逃出去 眼看就要憋不住 好在水流方向突然改变 她才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可爱丽莎却只剩一口气 不管怎么叫都没用 她慢慢凑近 做完人工呼吸 又疯狂在胸口按压 虽然把媳妇抢救了回来 但体温还在不断下降 如果没有取暖的地方 情况肯定会越来越坏 大雪还在下 四周白茫茫一片 希望会有村庄马 画面一转 壁炉的火烧的噼里啪啦 爱丽莎只感觉很冷或很舒服 慢慢睁开眼一时还不太清 这里破破烂烂不说 可为什么 会有光秃秃的胸肌 而且就在她眼前 听到丈夫关心的声音 外加这张没有长残的脸 她羞得冷汗直流脸通火 为什么会这样来 听了丈夫的解释 她才想起掉下悬崖的事 只是眼前的胸膛太亮眼 她都不知道往哪看 没想到丈夫却说 你不愿意也没办法了 因为你的体温还太低 不 我没有不愿意 我很喜欢 不经大脑的一句话 其实她是想说 喜欢丈夫的关心 喜欢丈夫的好意 却因为没表达清楚 弄得气氛有些尴尬 她巴不得有个地洞能钻进去 坐起来想借口找水喝 有没有水不要紧 只是不想这么尴尬 看她这么口渴 附近也没有水 李哈特只好表示自己有酒 嘴上说着度数相当高 毕竟媳妇的酒量是真的差 但最后还是递了过去 俗话说酒壮怂人胆 爱丽莎才不管度数高不高 咕嘟咕嘟当水喝了几大口 这下算是舒坦了 壁炉里的火烧得越来越旺 俩人的心也越来越近 感谢的话突然就说出了口 爱丽莎叫着李哈特 谢谢你活着回来 也谢谢你没有长残 丈夫要她好好休息 她竟说着我不要 我们这样紧紧搂着一起 难道你都不在意吗 你觉得呢 我看起来像不在意吗 丈夫的回答让她羞红了脚跟 连忙起身要去休息 怎料酒精上了头一阵阵眩晕 被一把搂住 这画面网友们直呼不容易 气氛逐渐烘托到位 俩个人四只眼 都像火一样炙热 这一刻 咱们的少公爵总算要体面了 七年来第一次花烛夜 媳妇醒来却不认账 对不起 是我昨天喝的太多 还保证以后不会出现这种失误 李哈特脑袋嗡嗡响 可看到媳妇小心翼翼的样子 她实在不忍心生气 伸手想要说什么 又被屋外找来的骑士打断 爱丽莎刚起身 突然觉得一阵眩晕 就这样晕倒在丈夫怀疑 瞬间高烧五十度 这可把李哈特急坏了 坐在病床前 一个劲的说对不起 回想之前俩人掉入爱河 因为被卷入脊柳 她抱着晕过去的媳妇差点出不来 幸好水流突然改变方向 俩人才浮出了水面 可爱丽莎枪水太多 不仅脸色铁青 体温还一直在下降 虽然通过胸式按压几久 顺利排出了体内的水 但零下三十度的天气 没有火源可不行 好在她找到一处废弃房屋 一阵阵暖流袭来 爱丽莎可算睁开了眼 可第一次和丈夫坦诚相待 她眼睛实在不知道往哪看 听着丈夫请她不喜欢也忍耐的话 不 我很喜欢 喜欢丈夫的好意 喜欢丈夫的温柔 却因为没表达清楚 弄得气氛有些尴尬 借口起身找水喝 就算丈夫告诉她没有水源 她也坚持要找 只为了不想这样尴尬 没想到丈夫随身携带了白酒 想起她喝酒耍酒疯的画面 还千叮名万嘱咐要少喝 毕竟这酒度数相当高 她才不管那么多 结果来咕噜咕噜就是几大口 壁炉里的火越烧越旺 俩人却不知道说什么 相隔七年再见 他们都没能好好聊聊天 爱丽莎叫着李哈特 谢谢你有好好长大 也谢谢你们活着回来 酒的后劲逐渐上头 她其实很害怕这样近距离的接触 会让丈夫不高兴 因为原主的结局 就是想要得到丈夫才没有好下场 难道你不介意吗 你看我像不介意的样子吗 丈夫的回答让她羞红了脚跟 起身想要赶紧休息 没想到脑袋太晕 差点就没站了 接下来的内容你们肯定不喜欢 再后来就是开头那一幕 或许是太过恐惧 爱丽莎在梦里遇见了原主 不是说要一心对一人吗 原来你也和我一样 明明心里很喜欢 还骗自己是不小心 她的脖子被一把掐住 那句你也逃不过剧情 会得到悲惨结局的话 每一个字都让她觉得恐惧 让她现在梦里醒不来 李哈特自责死了 怪自己太心急 怪自己没能战胜欲望 汤姆森这时找来 他找到了魔兽频繁出没的原因 在怪兽肚子里发现的紫色结晶 李哈特脸色大变 原来是这样 一块拇指大的石头 却能污染一片土地 甚至能让人变成丧尸 李哈特欲感不太妙 毕竟这种石头只存在于峡谷 而峡谷早已布满了结界 所以这是人祸而不是天灾 为了查明真相 他决定前往峡谷看看 果然正如他所想 峡谷内的结界守卫都出事了 因为石头的污染 他们被吸取了灵魂 成为了一具行尸走肉 要想结束他们的痛苦 只有一件穿心 安置好士兵们的遗体 他带着大家继续往里查看 越往里走越让人觉得窒息 突然闻到一股清朗的气息 原来是蕴含净化之力的净化壶 虽然能抑制邪恶之气 但仍旧不能掉以轻心 说不定会突然窜出什么 李哈特刚嘱咐完士兵 危险就随之而来 竟是化作人形的怪物 他从黑暗中走来 还似乎听不懂人话 可听到要让他安息地警告 他走得更快了 李哈特手一抬 怪物就被震飞十米远 当剑刺入身体那一刻 怪物竟然开口说了话 等这一天等了好久 我的心愿 似乎是得到了解脱 可这句话却让李哈特毛骨悚然 因为那个怪物 让他感觉莫名的熟悉 想得太入神 竟没察觉飘到身上的黑气 结果就是一阵刺痛吸满全身 而爱丽莎此时总算退了手 从侍女安妮那里得知 这两天的怪兽出没 都是因为恶魔之事 丈夫也因此外出调查 直觉告诉他 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皇帝 为了打压卢伯林 竟把黑手伸向了百姓 真是可恶至极 虽然有安妮的安慰 她还是很担心丈夫 自从回来后 她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丈夫 尤其是梦见原主之后 她更多安了 害怕丈夫对她冷淡 毕竟发生了原作中 丈夫不喜欢的事 要是开始恨她的伴 她根本不敢想象那样的结局 这是一个侍女慌慌张张跑来 大喊着夫人不好吗 公爵阁下晕倒了 连死都不怕的少公爵 却被媳妇活生生气哭了 本以为是美好的那一言 怎料竟只是夫妻间的一场意外 还让她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你别放在心上 看给这孩子气的 可得知她晕倒时 爱丽莎的急切病得假 拖着发烧的身体速度二百倍 跑去见了丈夫 着急的想知道丈夫有没有事 怎料丈夫只是瞄了她一眼 就从她身边静止走过 还说现在没有空 她既失落又有点懵 这是怎么了 丈夫好像在躲着自己 难道是因为那件事吗 看来丈夫真的很讨厌亲密的关系 安妮看出了她的不安 别担心夫人 少公爵身体边棒一定没事的 安妮的可爱 逗得她心情好了许多 与其自己在这里瞎想 还不如和丈夫当面聊 开心的嘱咐安妮 晚餐多弄几个好菜 她要去餐厅吃饭 没想到却被管家告知 丈夫不来了 而且最近都决定不来 说是怕邪气传染给别人 看着空落落的位置 虽然有些难过 但她并不打算大休 等到了半夜 还是没见到丈夫的影子 她直接跑来办公室 本着大度的原则 让丈夫那晚的事不用负责 只求丈夫别生气 进不知怎地惹得丈夫更生气了 甩出一句我不会的 再一次从她身边走过 打开门 你回去吧艾丽莎 短时间内都别再来见我 艾丽莎嘴上说着好 眼泪却在眼睛里打转 决绝地离开 这一次的晚安 竟让李哈特觉得心痛几个 原本今天在峡谷 不仅被黑气袭击 还被熏得无其麻黑 甚至晕了过去 像自己这么壮的人都受不了 更别说生这病的媳妇 为了忍住不和媳妇拥抱 她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 而且在击杀怪物时 那句我的心愿 总让她很不安 没想到竟和媳妇闹成了这样 她捂着脸难过死了 她的宝贝媳妇 什么时候才会懂自己啊 女人高烧90度 听丈夫要叫医生 她却更加难受了 自从书房闹班后 小两口已经大半月没见面 直到动身前往首都查怪兽真相 艾丽莎才远远地见了丈夫一面 一人单独一辆马车 这让她脸色不太好 看着管家仆人们的相送 她总觉得这一句 恐怕没有机会再回来 不过也是 一指契约让她待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提出离婚了 可从不晕车的她 这次却意外晕得厉害 15天以来不停地赶路 她不仅出现了头晕 还浑身乏力低烧不断 虽然已经离首都不远 李哈特还是吩咐安营扎寨 心里内叫一个担心 她所中的黑气刚散尽 就迫不及待来看媳妇 看着媳妇难受的样子 她心疼坏了 应该早点告诉我停下来休息才对 可媳妇也不想拖累大家的后头 两人正说着话 这时安妮端来一碗元气糖 吃完一定能元气满满 看着诱人的食物 爱丽莎竟恶心的小肚 一板推开丈夫 发了风湿的往外跑 胃里翻江倒海 让她难受极了 看丈夫要叫医生 她直接摆手拒绝 表示自己只是晕车而已 可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而且这个月大姨妈也没来 难不成是怀了宝宝吗 想到这里她完全没有当妈的喜悦 她始终忘不了 丈夫而时要让家族绝后的话 以及援助中 丈夫对儿子的厌恶 厌恶到甚至要亲手杀掉 所以她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一转眼已经到达首部公爵府 丈夫马不停提要叫医生 不管她怎么说不用 丈夫也要陪在她身边 看到医生的那一刻 她大脑一片空白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李哈特被手下有事叫走了 她刚一离开 爱丽莎就以好转为由 拒绝了医生的检查 虽然不确定是否怀了孕 但现在她要安妮去办一件事 她有孩子了 恐惧感也随之而来 医生的确诊 爱丽莎满脸无奈 从医生的家里出来 俩主仆好久都没说一句话 别说怀孕了 她和公爵什么时候圆的房 安妮都不知道 难道是掉下悬崖那天吗 是啊 一不小心就那样了 很可笑吧 毕竟她都在准备离婚了 却闯了这种祸 安妮心疼地拉着夫人的手 怪自己没有用心照顾 怪自己太大意 看着她越说越伤心 爱丽莎只好挤着笑脸 安慰安慰这个傻姑娘 可现在该怎么办呢 她正着了 既然有了孩子 还是在一起比较好吧 听着安妮的话 她很失落 因为李哈特不仅不想要孩子 还特别特别的厌恶 什么 那公爵还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和您一起过了夜 真是个渣男啊 亏她还觉得公爵很好 安妮越想越气 气到最后又是深深的自责 她拍着小小的胸部 我来保护您肚子里的孩子吧 只求夫人不要一个人承担 谢谢你安妮 爱丽莎敢弄坏了 果然有安妮再就有安全感 不过话是这样说 但她是看过原作的 她现在怀的孩子 就是小说中的男佩哈内斯 一个没人爱的孩子 李哈特对她的厌恶 早在原主的肚子里就开始了 在没有爱的世界里长大 心里也逐渐变得扭曲 甚至绑架监禁了女主 像极了一条渴望爱的可怜虫 爱丽莎暗暗发誓 绝对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 所以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曾经她也想过留下来 和丈夫一起为了领地发展去努力 可在老公爵去世那几天 她无意中听到了那样的话 管家本来想劝李哈特 组建自己的家庭 以为这么久没有孩子 是因为对公爵安排的婚姻不满 其实管家想的也没错 不过李哈特是对老公爵本人不满 不满到要让这个家族绝了后代 那张厌恶至极的脸 爱丽莎至今都还记得清楚 如果三个人注定不信 那两个人也不错 她抚摸着肚子 终于有了一丝当妈妈的喜悦 为了迎接孩子的到来 她开始看各种育儿书籍 因为哈内斯也会继承家族力量 她还得学习驾育能力的方法 记得李哈特小时候就是没有人赢保 受了很多伤后才学会 她既期待又开心 是时候准备离开了 突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李哈特就走进了房间 看着她手中的心 这是什么 女孩第一次不穿那衣件丈夫 却毅然提出了离婚 收到好友别墅完工的消息 爱丽莎开心极了 怎料丈夫突然出现 那是什么 她连忙扯开话题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原来李哈特今天下班早 想要和她一起吃晚餐 这完全在她意料之外 如果答应了 势必会被看出破绽 如果拒绝 李哈特肯定又要叫医生 想来想去 建议丈夫先洗一洗 想靠装睡逃过一劫 丈夫成功被忽悠起身 但她真得尽快说清楚 第二天半夜 她将丈夫拦截在房间处 丈夫嫌太晚 建议明天聊 可这件事很重要 她双手紧握 李哈特 我们离婚吧 什么 李哈特还以为听错了 好媳妇竟然要和自己离婚 是的 那是八年前的约定 而且说好八年已过 我就要离开公爵家 是因为那个家伙吗 昨天那封信 李哈特怎么可能不知道是谁 他步步紧逼 是因为安瑟尔吗 突然提到别的男人 媳妇很生气 那人只是我的朋友 离婚纯粹是为了履行约定 什么约定我不记得 李哈特直接挽起了失忆 气自己太过大意 自从八年前俩人相约的那天起 媳妇就什么都没说 还一直好好留在自己身边 开心的样子 害她以为媳妇已经忘记约定一事 没想到没想到 但她不会离婚 说话间 双手捧着媳妇的小脸 你是我的妻子 卢柏林的女主人 这个事实 这辈子都不会改变 因战有余而逐渐扭曲的脸 把媳妇吓得瑟瑟狼 她也察觉到了这一句 从开始 说了一句 祝你好吗 就把媳妇赶出了门外 爱丽莎憋屈死了 丈夫为什么会生气 她真是搞不懂 她只是做了 让大家都幸福的选择 为什么要生气 凭什么对她发火 她越想越觉得难过 画面一转 李哈特觑见了皇帝 见皇帝这么假客气 他直接招手让属下上菜 这是领地内发现的恶魔灵魂史 侠赌士兵们全军覆没 真是可恶 那你查到凶手了吗 皇帝骂骂咧咧 完全没有自首的意思 真是老奸巨华 李哈特本来心情就不好 现在皇帝装模作样的样子 让他又欺又想不过 既然这样 我已经查出了大概真相 因为卢柏林不仅威胁大 还实力强 所以卑鄙的人总做无耻的事 就让幕后至少颤抖起羡慕了 李哈特指桑骂怀 反正不会给那人好骨子吃 摆出恭敬的模样 却攻击性极强 话刚说完就潇洒转身离开 皇帝气到发抖 又跟他有什么关系 突然身后一阵刺痛传爱 肩膀好像出了故障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么执弹的孩子 丈夫却不喜欢 自从俩人离婚谈崩后 爱丽莎就很头疼 可正是丈夫坚决不离的态度 让她察觉到了现实和原作的不同 而这份不同 是她和丈夫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既然能喜欢她 或许也能爱护肚子里的孩子 凡事没有绝对 她不应该总恐惧原作的结局 想到这里 她决定再找丈夫好好聊一聊 没想到还没卖出门 就撞见了丈夫李哈特 你怎么来了 丈夫有些不好意思 想要和她一起吃午餐 可我才刚吃过早饭 李哈特突然红了脸 还有些紧张 那我们去郊外吹吹风吧 生怕媳妇在家里会很闷 害羞的样子 我怎么感觉很像夜市妻 这个提议郑重爱丽莎的瘾 欢送丈夫去吃饭 这一次 她一定要成功 虽然现在状态不太好 但经过安妮的装扮后 她美得像朵花 回头的那一眼 李哈特又沦陷了 俩人对视的那一刻 竟然都心动的说不出话 牵起媳妇的小手手 坐上前往郊外的马车 可她的心意 爱丽莎却不懂 看着一言不发的丈夫 她以为是昨晚吵架的缘故 之所以拒绝她离婚的提议 应该也是把她当成了家人和朋友 她开始有了一丝丝期望 是不是不用离婚 他们一家三口也能幸福的事 想得太多 却扛不住怀孕出妻的困意 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李哈特轻轻将她搂在怀里 其实她不懂 媳妇为什么总想离开自己 分别了七年 好不容易又在一起 爱丽莎竟提起了八年前的约点 搂着媳妇的手满满的不舍 她现在已经离不开了 就这样一辈子在一起多好 郊外的樱花灵美得像童话 树下一家四口幸福的样子 爱丽莎羡慕极了 孩子们真的很可爱呢 对吧 是吗 我倒没觉得 那你想要自己的孩子吗 她旁敲侧击想知道 丈夫有没有改变想法 李哈特有些惊讶 以为是媳妇想要孩子了 虽然她因为爷爷故意不要小孩 但也并不讨厌 可她听说怀孕生娃 会让女人很痛苦 而且媳妇最近身体真的很差 她不能那么自私 等身体好起来再要也不吃 所以她只能违心说没想过 不过 刚开口想要解释为什么 就被汤姆森带娃给打乱 这小孩太调皮了 爱丽莎刚刚还深受打击 听到孩子的欢声笑语 她又笑得一脸灿烂 但她确定了 丈夫是真的不想要孩子 一切只是她的幻想罢了 看来要避免所有人的不幸 她真的只有离开了 小媳妇怀了宝宝 她却以为得了绝症 平时总是板着脸的人 此刻竟哭得像个孩子 真的太放归了 爱丽莎想走的心又犹豫了 当确认丈夫真不要孩子时 她真的真的很难过 可丈夫从小受尽老公绝的精神虐待 不想要孩子的想法 其实也能理解 是她不该把期望寄托到别人身上 仔细想想 她反倒觉得这是件好事 因为再也不用为无谓的期待苦恼了 如果不能顺利离婚 那就逃跑吧 是因人而异可能作用不大 但已经很好了 爱丽莎很感谢安妮的用心 怎料李哈特突然出现 严肃的样子让人觉得可怕 难道是发现真相了吗 爱丽莎紧握药瓶的手不停地颤抡 叫安妮先退下 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面对丈夫的疑问 她默默收回了手 想要回房坦白一切 没想到丈夫尽一把将她紧紧抱在怀里 叫着她的名字 难道你打算在没有我的地方一个人死去吗 我不会让你走的 丈夫的声音逐渐变得低沉 爱丽莎才知道 丈夫是误会了 却没想到丈夫会哭得这么伤心 她抬起手 擦去丈夫眼角的泪水 扬着笑 其实安妮给我的失味眼药 并不是不治之症 所以不用担心 可丈夫还是想要照顾她 她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说着好答应了下来 以为丈夫事物繁杂 不会待在她身边太久 没想到这一待就是大半个月 还天天睡在她旁边 看着丈夫熟睡的帅眼 她担心极了 眼看孕土症状逐渐消失 肚子也要一天天大起来 再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发现 轻抚着丈夫的脸 希望自己的选择能得到理解 这一个无言的拥抱 就当是最后的道别吧 第二天一大早 丈夫终于穿上了工作服 走前千叮零万嘱咐 不舒服一定要叫医生 没有胃口也要按时吃饭 牢叨得像个老妈子似的 爱丽莎简直拿她没办法 看丈夫准备要走 她也下床准备送一送 虽然嘴上有说有笑 可听见丈夫那句我走了时 她又有些舍不得 紧紧抱着丈夫 感受着胸膛传来的温度 李哈特丝毫没有察觉出一场 放心吧 我会尽快回来的 好好说了再见 好好看着丈夫出门 爱丽莎开心地红了鼻子 转头叫着安妮 他们要马上准备离开 怀了宝宝的女主终于代求跑路 穿过幽暗狭长的秘密通道 便看到了那一道通往自由的门 随着质呀一声 刺眼的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睛 爱丽莎憔悴的脸色 安妮看着很担心 要不要休息一下再走 虽然这个提议不错 但最迟明早公爵府 就会发现他们不见 所以他们必须尽快离开 贴向身后的城堡 爱丽莎心里竟有些不舍 希望李哈特能照顾好自己 紧接着主仆俩便来到了一处商团 地上取件马 她把要用的东西都放在了这里 商团部长亲自接待 还为他们安排了可口的早餐 所需要的物品以及废用 都已经放在了马车上 而且贴心安排了随行的拥搬 不得不说领导的办事能力就是强 一桌上等的牛排加面包沙拉 爱丽莎却没有什么胃口 想着勉强吃点补充体力 肚子竟突然传来一阵刺痛 面对安妮的担心 她只是说自己没什么胃口 可和部长到了别 起身准备离开时 她两眼突然一抹黑 还好安妮有眼力叫 把夫人扶起来才发现发了高烧 气息更是一步步减落 安妮都急哭了 想等夫人养好身体再走 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爱丽莎只想赶紧离开 不知道怎么办事 部长提出了一个好办法 而此时另一遍 李哈特还在忙着 抓魔力是事件的主谋 乘着风一个帅气的落地 这么一大早要去哪里呢 紫毛吓得冷汗直闹 嘴上倒是恭敬地打着招呼 手却在背后搞小动作 不过可惜 藏着的匕首还是被一掌拍飞 李哈特一拳下去 紫毛瞬间被打趴在地 骨头更是咔咔作响 紫毛疼得眼泪肠 大喊着公爵殿下求饶命 那就赶紧从十招来 眼看真相即将被揭开 危险突然来临 好在暗器都被他一招化解 可这么简单的攻击 让他察觉到了不对劲 回头时 两个黑衣人拿着力气 向紫毛扑了过去 李哈特想阻止 肩膀的隐痛偏偏在这时发作 强忍着不试抬手续力 一股黑暗之力竟从掌心冒出 三个黑衣人几乎在同一时间 全部隐移 就连他自己都吓到 看着一地的小可爱 难道是我杀了他们吗 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 手下就急吼吼跑来 大喊着大事不好 夫 夫人不见了 女人第一次带球跑路 竟突然发烧105度 幸好商团支部长是个好人 不仅把她带进了 自己所住的小别墅里 还找了女医生贴身照顾 终于在三天后 爱丽莎恢复了生机 身体感觉飘飘然 安妮可算松了一口气 兴致勃勃要给夫人拿吃的 但爱丽莎还是想再复查一次 幸好胎相很稳定 要不了几天就可以再次上路 她很感谢大家的帮助 如果她当时执意要离开 说不定真的会有严重的后果 安妮这时满脸愁容 说是一位贵妇人有急事找来 可这位红发姐姐她并不认识 听说您找我有急事 请问您是不是带了医生过来 看女人不知所措的样子 想必也清楚这很唐突 得到肯定的回答 女人一把紧握她的手 求求你帮帮我吧 原来女人的女儿从昨晚就开始发烧 但因为附近村庄流行传染病 唯一的医生都去了隔壁村 求到这里来实在是没办法 爱丽莎对他们大胆的决定大为震惊 要是把孩子带去传染地肯定很危险 只是听说这里来了一位贵族 就想来试一试 虽然贵族来这种地方一般都是疗养 但也不能保证会成功 她也即将成为人母 能深刻体会到女人作为妈妈的着急 二话不说答应了下来 夜幕很快降临 小女孩的体温终于稳定了 女人很感激 想要知道恩人的大名 爱丽莎胡编乱造了一个 毕竟自己正在逃跑中 没想到对方会问她的丈夫在哪里 她扭过头有些难为情 谎称自己离婚了 想着以后也不会再见到女人也没啥 可令她惊讶的是 眼前这位夫人竟是皇帝同父异母的妹妹 现在已经嫁给了某位侯爵 真是不好意思 她在帝都时间没那么长 所以没能认出公主殿下 公主倒没什么架子 当听说她怀了孕孩离婚时 公主肌内旧又心疼 立马取下了脖子上的项链 交到了她的手中 因为爱丽莎让公主想起了自己的好友 也是这样一个人怀着宝宝来到这里 她却没能好好照顾 导致了一辈子的遗憾 要是你遇到男士可以来找我 第一次见面就这么娇心 爱丽莎感动极了 真是谢谢你夫人 而此时另一边神殿内 教皇大人正在礼拜神明 塞尔特家族世世代代培养教皇 只有胜利最强的人才能领导神殿 但如今只剩埃登这唯一的血脉 没想到成心礼拜时 却感应到公爵大人有危险 她猛地睁开眼 叫着一旁的神官 你能把骑士团长叫来吗 媳妇跑了 她急得满世界找 看这副要吃人的样子 要不是找到了在走媳妇的马夫 清楚媳妇去往了某商团支部 说不定已经有人想命不保 眼看就要到达商团 李哈特却突然被属下们叫住 不管有错没错 见到夫人时一定要先认错 毕竟夫人永远是对的 她哪里有心情听这些 只不过是出去上个班 回来就只剩一封信 爱丽莎希望她一直幸福地活下去 她整个人都不好 没有爱丽莎她又怎会幸福 气汹汹来到商团 我要立刻马上见支部长 无缘小哥下的史上提案 但支部长有自己的工作素预 客人的信息他绝补对我 当对问到金发碧眼女人的剧情 就算知道是谁 他也只是含糊其诅说几个心 可还是同意了搜查的警局 要是不答应 恐怕这里会被掀着抵抄片 骑士们四处搜查了个遍 也没搜到半点夫人的影子 李哈特正头头 另一名骑士突然送来一封信 上面写着夫人的名字 信的自己却不是爱丽莎 但看到信中所说后 她立马叫上人现在就出发 而此时另一边 爱丽莎已经坐上前往马头的马车 临走时 公主殿下还那么关心她 她突然想到自己发麻 如果还在的话 会不会像这样关心自己 本来她还担心坐马车路程太远 自己身体能不能坚持到目的地 好在有支部长的帮助 他们从水路走就近了许多 可安妮却开心不起来 她以为自己能管护好夫人 直到那天看到夫人发烧晕倒 她才知道自己太天真 除了哭除了着急 她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再发生一次 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偷偷写了信给公主 可眼看着夫人上了船 公主还是没有走上来 她这心里别提有多着急 赶了好几天的路 主仆俩一上船就睡熟了过去 这完全在爱丽莎的意料之外 睡到半夜心事重重走出了房间 看着星星点点的夜空 感受着海上的微风 她却没有半点欣赏心情 这辈子还能回到公主府吗 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啊 明明才相处了一年不到的时间 为什么对李哈特的记忆最鲜明呢 看着手里顺来的凶针 这或许是她唯一能用来纪念的东西 心里泛起阵阵心酸 突然一阵风迎面呼啸而过 她经得抬头仰望 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仿若神明成风出现在半空 竟然是李哈特 媳妇跑了 她用最快的速度找到 看媳妇吓得连连后退 她一把将其搂过 轻斧上愣住的脸 你想带着我的孩子跑到哪里去 呲牙咧嘴发出警告 既然怀了我的孩子 就哪里也别想去 无论你逃到什么地方 她很利的语气 在耳边逐渐变得柔软 强忍着想要发火的心 想起属下的忠告 李哈特瞬间红了鼻子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我们还是进去聊吧 安妮这边还很担心 夫人大晚上跑去了哪里 怎料看到两口子一起进了门 或许是想给主仆俩说清楚的时间 李哈特表示出去一炕再回来 爱丽莎疑惑的点了点头 丈夫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呢 没想到安妮突然跪下 原来在她生病晕倒时 嘴里一直喊着李哈特的名字 安妮害怕又不知道怎么办 这才瞒着夫人给公爵写了信 安妮哭得满脸模糊 觉得很对不起夫人 爱丽莎并没有生气 安慰着安妮不准有下一次 可奇怪的是 计划失败她反而觉得很畅怀 虽然看见李哈特是很惊慌 但更多的是想念和喜悦 想起自己害怕丈夫伤害宝宝而逃跑 她就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真相终于揭开 李哈特再次开门进来 想要和媳妇聊一聊 等安妮出了门 她才问出了心中的不解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怀孕的是 因为你不想要宝宝 听见这样的回答 她瞬间正在了原地 媳妇说听见了她和老管家的对话 才想要逃走一个人养宝宝 想起那天媳妇突然提起孩子的事 她终于明白了 原来媳妇已经提醒过很多次 她紧紧把媳妇抱在怀里 嘴里不停说着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应该多给你一点关心 她对老管家说的话 其实不是不喜欢孩子 所以你不要再逃跑了 误会终于解开 爱丽莎积累的委屈涌上了鼻子 激动的眼泪不争气的滑落 也许很多事情已经改变 孩子不会像原住那样不行 她和李哈特能幸福的过一辈子 听着丈夫一声声的对不起 她终于强忍不住放声大哭 月亮从半空上落下 商团的船却改变航线靠了岸 这都是公爵的功劳 用双倍的赔偿让船停了下来 属下们早已备好了马车 一见到夫人 立马表明大家的心意 公爵对领地事务还不属 我们不能没有夫人您呢 让大家担心 爱丽莎很不好意思 幸好一切还来得及 李哈特牵起她的手 我们回家吧 媳妇怀孕了 她却吐得死去活来 两口子一起回家的那天晚上 公爵府里的人都很开心 还准备了丰富的晚餐 可爱丽莎并没有什么胃口 虽然有吃过缓解孕土的药 但还是强忍不住胃里的恶心 一个起身吐到脸发子 第一次看着她这样痛苦 李哈特从背后心疼地将她抱住 对不起都怪我 她安慰着说自己没事 不过她真的要回房休息了 没想到她前脚刚离开 汤姆森就找到了李哈特 夫人怀孕的时候 一定要做这几件事 首先要恭喜夫人 还要表示自己很高兴 最后再送上一束花 不然以后可没有这样的机会 要问她怎么知道 那当然是因为她时刻准备着 虽然已经等了27年 在她的教学下 李哈特总算是开窍了 房间里布满了玫瑰花瓣 媳妇洗完澡刚进门 就一瞬间被惊念到 她在拿着玫瑰花束出现 恭喜你成为母亲 说完祝福语 又保证自己会努力成为一个好父亲 为了能耐在媳妇身边 还以对宝宝好为借口 从今天起药和媳妇一起睡 当媳妇还在怀疑真假时 她连推大夫 可算是成功上了床 怎料下一秒她就愣住了 媳妇问她要不要摸摸肚子 她既雀跃又担心 会不会把宝宝摸内 怎么会呢 媳妇拉着她的手放在了肚子上 他们的孩子就在这里 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感觉 但她已经能感受到做父亲的神奇 叫着孩子 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 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 整个空气都弥漫着幸福的味道 清晨的微风吹起 爱丽莎一个翻身 翻进了软绵绵的大枕头 一睁眼就看到这样的画面 她还是很害羞 不过每天都看着这样的帅脸 或许连拍照都什么 忍不住伸手戳了戳 丈夫却突然睁开了眼 还摸着她的脸到早安 她后脑勺都尴尬极了 怎料丈夫竟突然变得很严肃 连忙拉响的藏换铃 把安妮叫了过来 因为媳妇好像发烧了 正要叫医生 却看媳妇摆手拒绝 当听到怀孕初期 都是低烧状态时 李哈特一整个大震惊 她颓着脸自责的要眉 看来该去图书馆 无补之事了 见媳妇要去吃早餐 她又突然一惊一乍让等一下 还以为有什么大事 没想到近视和宝宝到早安 爱丽莎的心情 被整得很奇怪 好像真的和丈夫成了一家人 她小心脏扑通扑通 幸福极了 眼看饭菜都上了桌 李哈特却出现了意外 三明治刚入口那一睡 一股浓浓的恶心顿时上岛 还不停地打干予 食物洒落了一臂 李哈特 你这是怎么了 和媳妇甜蜜了一夜后 她就吐了 医生却笑得满脸灿烂 原来这是替代性认身反应 是很爱媳妇的最佳表现 李哈特顿时长了知识 就是肩膀时不时做痛 那是什么情况下会痛吗 她手摸着下巴一本正经 媳妇不在的时候就会痛 医生也无语了 如果夫人没有进化或者治愈力 那你应该就是在乱说 医生表示要回去再研究 就连忙逃离秀恩爱现场 为了不让媳妇担心 李哈特还特意嘱咐 属下别告诉夫人 就连吃午饭时 听见媳妇的担心 他都说挺好 那罗夏斯子爵怎样了呢 就是前两天 他费尽巴拉抓的小胡 可审问了三天三夜 也没问出个结果 他准备将其放走 到时候肯定会被幕后主使杀 刚说到杀字 他心里虚的一体 一边偷描媳妇的脸色 一边换了一种说法 爱丽莎既欣喜又满意 但他建议放走罗夏斯 根据他了解的情况 这个人为佩丽丝侯爵 工作了很长时间 却只是为了利益跑团 两个人之间 并没有紧密的联系 换句话说 只要切断二人间的联系 那种关系很容易被断开 所以先将人放走 再在生死关头时救下 罗夏斯又不傻 察觉自己被抛弃 到时候在拉拢肯定 屁颠屁颠跑过来 在侯爵手下那么久 或许不知不觉 获得了一些核心情报 要是加入公爵府 应该会有帮助 李哈特茅斯顿开没有预见 决定听媳妇的去试试看 而此时在神殿内 探查消息的骑士来报 上次胜负感应到 异常的小树林 并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或是 难道是我想多了吗 艾登正苦恼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好久不见了胜负大人 公主殿下还是一样没变 可他又何尝不是呢 胸前的戒指项链依然在 每每瞧着都会想起过去 他们还有一个好朋友 名叫尤丽亚 三人从小就一起玩 除了令人羡慕的友情 艾登前去查看 却被飞出来的小黑偷袭 昏死过去 而先帝也在此期间 被毒回了老家 现任皇帝诬陷 并处决了彭夫一母的兄长 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皇位 尤丽亚也被牵连 为了保命不得不逃走 还落得一个模反的罪名 等艾登闲来 一切都已失去了控制 家族内部被瓦解 就连最后找到妻子时 也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公主因此憎恨皇兄 憎恨国家 可艾登却一直没有抛弃地步 大概是这里还有妻子的气息吧 那你今天是来为谁祈祷的 面对艾登的疑问 公主淡淡笑了笑 想说是为了家族 但不对 这次她想为一个新朋友祈祷 有个帅气又有型的老公怎么办 当然是要好好打扮 再当众秀恩爱 但别人羡慕嫉妒 却又拿她没办法了 原来就在前几天 一封狩猎大会的邀请函 从皇宫八百里加急送到了公爵府 考虑到媳妇怀了宝宝 李哈特打算一个人前去参加 但却遭到拒绝 爱丽莎坚决要去 皇族为了牵制卢柏林 肯定不会放过她肚子里的孩子 毕竟比起有能力的夫妻 小孩子更加容易处理 她可不会坐以待避 卢柏林八年来的成长 是时候让大家看一看了 李哈特简直拿她没办法 好吧 我都听你的 既然媳妇要去 那必须开始好好准备准备 几天下来 两口子逛遍了大城市的服装店 虽然累得两脚直抽抽 但爱丽莎觉得很开心 眼看明天就要去皇宫 她困意浓浓却还不想睡 看到丈夫下班回来 又连忙从床上坐起 说是要把丈夫整成万众期待的主角 其实就是想过一把装扮的 边说还边拉上了手 说着自己的搭配想法 怎料刚说完 丈夫就乖乖地脱下了衬衫 她羞得红了脸 怎么不分场合就脱呢 哪里随便了 这里是我们的房间 你是我的妻子 丈夫的话让她确实无法反驳 想说点啥缓解自己的尴尬 却注意到了那满辈的伤疤 她忍不住上手起 你受伤时疼吗 听丈夫说记不清 她更加的心疼 都是要当爸爸的人了 她希望丈夫能爱惜自己 有困难不要一个人扛 疼的话也不要一个人扔 她希望能帮丈夫一起分担 李哈特心里暖轰轰的 小两口的感情又上升了一层 狩猎大会很快到来 贵族小姐们都会精心打扮 不仅能炫耀财富 还能体现丈夫对自己的爱 全身都是限量款的红毛 自然成了小姐们吹捧的对象 怎料刚想说三秒 第一次参加活动 红毛一等人还准备看笑话 爱丽莎和公爵感情一定不好吧 可达莲总是来得那么快 公爵不仅没有长残 还相当的宠妻 俩人看起来恩爱又很般配 气得红毛在后面火冒三丈 而另一边一处村庄内 安瑟尔还在傻乎乎的等 爱丽莎并没有再约定时间到来 却等来了一位中年大叔 而且在这个村里做了一辈子的一生 因为看到有心邻居出现 就想着来打个照片 听安瑟尔提起这栋宅子的主 竟是曾经住在这里的自觉独女 医生怀里的面包都下掉了 不停说着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是有什么问题吗 在安瑟尔的追问下 才知道爱丽莎早在八年级 就已经死于肺炎了 小夫妻第一次秀恩爱 就羡慕死了很多人 却也因此引来好友的误会 看见公主殿下的到来 爱丽莎支支吾吾想解释 怎料皇室的人在这时出场 大家不得不上前行李 皇太子兄妹都一一现身 唯独没有安瑟尔的身影 放了人家的鸽子 她本来还打算当面解释来着 好在有丈夫天生的关心 她的烦恼暂时抛到了脑后 没想到刚刚走远的公主殿下 打断了小两口的甜蜜 言语间对李哈特充满了敌意 原来爱丽莎之前救了她的女儿 因为听说离了婚 所以想让爱丽莎做自己儿媳 这一番话听得李哈特满脸羞愧 这时一声嚎叫及时响起 是狩猎大会要开始了 爱丽莎推着丈夫赶紧去 送走了依依不舍的人 立马转身向夫人道了歉 可夫人觉得没有必要 毕竟犯错的人 让自己妻子离家戳走的人是公爵 她维护着丈夫极力的辩解 夫人忍不住笑出了声 在她看来这就是深爱对方的表现 但怎么可能呢 帮自己丈夫说话不是应该的吗 爱丽莎怎么也不肯承认那是因为爱 不过和夫人的误会总算解开 手牵手要一起去玩耍 李哈特这边却满脸无奈 皇太子只是射杀了一头母鹿 就被狗腿子们吹成了战场上的神 可被吹成神的人 这辈子才上过一次战场 不仅总托全军的后腿 还爱挑拨骑士间的关系 一个月都没待满便灰溜溜离开 反正这种拍马屁的事 他没天赋也没兴趣 只想赶紧离开手在媳妇身边 怎料皇太子偏找他麻烦 战场上的英雄 怎么连一只羽蜀的动物都没猎到啊 或许是战场上待得太久 所以对弱小的动物提不起兴趣 还是内含皇太子没本事 看对方气出了内伤 李哈特满意笑了笑 一个转身潇洒的离开 可走到了半路 又遇到一个讨厌的人 这不是总给皇帝出缩主意的伯爵吗 他眼神掩饰不住的硬气 无论伯爵说什么 他都不想搭理 怎料对方竟说是为了他好 呵呵 几次差点杀了我的 竟有脸说是为了我好 他转身看着伯爵 要是再胡说 我就撕烂你的嘴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伯爵始终不失优雅 笑 公爵以后就会明白 我真的是为了您好啊 女人仅凭一件侍女服 就当众打了皇后公主的脸 甚至引来各路人才的羡慕 原来狩猎会刚开始 皇后便邀请贵族夫人们下午茶 表面感谢大家的捧场 其实是暗戳戳在炫服 毕竟这种紫不隆东的花茶 稀有到只有皇室能喝 别人却买不了 这种幼稚的小伎俩 爱丽莎心里跟明镜似的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这花茶孕妈妈也能喝 但孕土的症状还没消失 为了不被人看出怀孕的事实 她只有洋装着品茶的样子 可都是女人的场合 怎么可能这么凭借 皇后扭头先拿小骨子开了刀 长时间没在帝都出现 怎么不进宫反而去了神殿呢 这不就是说人家和神殿的人有一同吗 看侯爵夫人不接招的样子 皇后也只能甘大以玩笑收场 不过提起神殿 倒是给爱丽莎提了醒 自从二十年前 塞尔特侯爵夫人谋反以来 皇室和神殿处于公开敌对状态 虽然皇室掌控着帝国 但始终无法替代神殿在百姓中的位置 尽管看对方不爽 却也怎么都干不掉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爱丽莎顿时信心大增 反正她这次参加狩猎大会 除了要让大家明白 卢柏林在牵制皇室外 还要结交更多的勇军 要是能趁机拉拢神殿 当然是给计划增加了一把刀 怎料一时太开心 茶水被她打翻撒了一身 有眼力价的安妮 立马上前为夫人处理屋子 没想到近招来公主的不爽 只因安妮穿的衣服不是寻常制服 看来公爵家和传闻一样很有钱啊 话是这样说 其实这是她吸引人才的一种手段 毕竟这种以皇室为主角的活动 大家的眼里肯定只有皇室 与其用心装扮自己 还不如将钱花在仆人骑士身上 利用下人们的闲眼 凸显公爵家的优待 贵族们肯定没有什么感觉 可那些工作在底层的人肯定会羡慕 谁不想在更好的地方上班呢 眼看铺垫的差不多 她顺势抛出公爵领地发现矿山 并打算寻找合作伙伴的消息 根据夫人的反应 她就能知道哪些人没有话语权 哪些是掌握着家里财政大权的女主人 精准掌握了客户云 几个女人一时间谈得火热 风头被抢 这让皇后非常不爽 假装咳嗽两声 转移话题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但她那一双双渴望合作的眼神 爱丽莎根本没有慌的理由 可万万没想到会败在一盘甜点上 闻到那股浓浓的黄油味 她的胃瞬间不太行 强忍着恶心连忙起身 怎料刚站起身一阵眩运就涌上了头 突然被一只手搂住 不好意思 我夫人最近身体不太好 在众人诧异的眼神下 李哈特将媳妇一把抱起 再见了各位 她将宝贝媳妇一把抱起 当着众人的面潇洒离开 公主气得直抽抽 李哈特却急着哄媳妇 摸出两颗二杯丝糖 满眼都是心疼 怎料她对媳妇的好 竟被皇太子嘲笑趴耳朵 看她把媳妇紧紧护在怀里 又满脸坏笑 嘲讽她是七管炎 只会围着女人转 听说你们还没洞房花烛呢 是不是那方面不太行 她一直在忍耐 只为了不在媳妇孩子面前动手脚 可爱丽莎忍不了了 大呼召买嘎 我们的孩子听到您这样说 肯定会难过的 所有人都慌了神 她却洋溢着大笑 表示自己洞房业不禁火热 还因此迎来了观音的恩慈 哎 怀宝宝太累 我们就先拜拜了 皇太子瞪大双眼不敢相信 李哈特在战场待了七年 竟然还抢在她前面有了孩子 而且还是一次救中 就连她身后的两个根屁虫 都忍不住感叹 皇太子好像真的不太行 这给她气得要死 这种没本事 还总爱仗着全是找茬的人 爱丽莎实在看不起 可她刚刚说的那些话 丈夫现在都觉得好害羞 你是怎么能那样淡定呢 她嘴上说着对不起 本来怀孕一事还不宜公开 但她实在看不得丈夫受委屈 而且 我说的是实话不是吗 他们那一夜确实很好呀 偷偷描向丈夫 还以为会生气 没想到竟然早就憋得后脑勺通口 大笑着同意了她的观点 可到了晚上 李哈特就笑不出来了 把媳妇哄睡后 侍女送来了一封爱丽莎的信 看着署名是安瑟尔 她恨不得把这封信烧掉 虽然媳妇说过他们只是朋友 但不保证那家伙没有其他想法 说不定一直等着她离婚 好接她的班 要是她说出这样的话 爱丽莎会对我失望吧 正在心里纠结着 媳妇就突然醒来 她最终还是把信乖乖上脚 看着媳妇专心看信的样子 她心里极度的要命 甚至第二天处理工作时 也满脑子都是那封信的内容 原来安瑟尔约了爱丽莎 今天下午见一面 嘴上和秘书说着话 心却早飞去了十万八千里 直接撂挑子结束上班 心里安慰是自己想太多 可人不自觉来到了卧室外 叫着爱丽莎打开门 她立马愣住了 媳妇竟打扮得这样的 还穿粉粉的裙子 看着媳妇开心的奔来 她蹭坛子还是忍不住打扮 你这样穿太难看了 媳妇要和情敌去约会 还打扮得像天仙 这不得迷死人吗 李哈特赌气说太丑 还是去换一件吧 虽然知道自己很幼稚 但就是受不了这么美的媳妇 被从小暗恋爱丽莎的安瑟尔看到 怎料话还没说完 媳妇就哭了 就不能说好看 说我穿着很适合吗 还大吼大叫就要穿 我现在就想穿这件衣服 没想到媳妇反应这么大 她慌得想去哄 却被赶出了家门 她拍打着房门我错了 房里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她心里内叫一个后悔 暗骂自己蠢货 怎么能因为吃醋 就说那样的话呢 爱丽莎怀孕一定很辛苦 想来想去 她再次敲响房门 说着对不起 你去和安瑟尔好好聊完再回来吧 爱丽莎哭红的脸 这下总算缓和了些 嘴上让侍女帮不装 可心里还是止不住的委屈 虽然侍女们也向着她说话 说是公爵阁下不懂时尚 但她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觉得自己有些过分 真的太像小孩子了 其实她和李哈特都不知道 这叫孕肌反应 孕妇会受激素影响 会不受控制的激动或者忧郁 听说怀孕的人都这样 见侍女这样说 爱丽莎终于恢复了底气 在她补完妆的同时 安瑟尔也刚好到公爵府 她现在不仅长大了 还是有名的企业家 在管家的引路下 她往后花园走去 没想一个不经意的回头 就看到楼上那张黑着的脸 虽然从小就知道公爵不好相处 却也没想到从战场回来后 竟然变得比以前还冷漠 我的天 爱丽莎的日子恐怕不好过 想起之前爱丽莎爽约 她更担心了 担心是逃跑的路上被抓了回来 所以刚见到爱丽莎 还没聊两句 她就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这场婚姻是幸福的吗 爱丽莎虽然怎样才算幸福 但至少没觉得不幸 安瑟尔总算松了一口气 可她还是欣赏不来爱丽莎的审美 居然觉得寒气逼人的公爵单纯 到底哪里单纯了 而更让她意外的是 爱丽莎怀上了宝宝 她说着僵硬的祝福语 原本要说的话 也不得不吞了回去 毕竟在爱丽莎安心养胎时 她怎么能说在别墅内 究竟看到了什么 这是妇女俩的第一次见面 却相见不相识 甚至还搞得很不愉快 因为男人教皇的地位 爱丽莎一心要搞好关系 开口就要向神殿捐款两百万 怎料她盘算的小九九 被人家一眼就看穿 更是一口回绝了她的捐款 她不死心追问原因 但没想到教皇相当不给面子 不仅提供不了她想要的东西 还忠告别试图利用神殿 她顿时有点尴尬 本来想通过 深受百姓爱戴的神殿 利用捐款获得生育与家族权利 以此反过来打压皇室 所以她才想先通过捐款 再找机会接近教皇 万万没想到侯爵夫人和她的约会 竟然选择在了神殿 还把教皇介绍给了她 千载难从的机会 当然不能放弄 可现在看来不得不先放弃 毕竟教皇如果接受她的捐款 神殿必然会卷进权力斗争 所以即使穷得叮当响 教皇也要拒绝捐款来保持绝对的中立 并且这样坚持了二十年 只为了保护相信她的人 爱丽莎心里很清楚 这样有头脑有骨气的人 绝不会轻易被挫败 但也并不是没有突破的 她决定换个策略 承认自己目的是不准 但也不只是为了利益 她听说近一次的战争中 神殿又收留了很多孤儿 难道那些孩子不需要帮助吗 一旦卢柏林捐款 皇室也会受到压力有所表示 所以请利用我吧 想以来此案是教皇 神殿还是能保持终立 就在教皇犹豫时 一位小神官打破了寂静 看她巴布的离开的反应 爱丽莎就知道失败了 被侯局夫人安慰 她其实也没多囊 况且这样的结果 本就在一了之中 而且她已经引了新的计划 等到第二天 她又来到神殿 还事先研究了教皇大人的日程 她第一步就是假装偶 虽然是为了利益 想和神殿联手 可看着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 她却是想真心想帮忙 也是她心底佩服神殿的作为 毕竟为孩子提供教育和补护 本来是皇室该做的事 却是神殿扛下了所有 并且坚持了二十多年 要不是侯爵夫人的支持 恐怕都撑不到今天 所以为了消除教皇的疑忆 她必须证明自己的真心 来到教皇必经的路口 当她的头脑怎样才能自然使 安妮提议路边赏话 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怎样一转眼 就看见一朵读开的花已经哭了 或许是没在花坛内的缘故 主仆俩瞬间同情心泛滥 安妮要去接水来焦焦 爱丽莎也觉得很好 只看着安妮离开的背影 却没注意到自己身上 散发着蓝蓝的荧光 那道光逐渐凝聚成水珠 不拼不已逼落在花朵上 等她回头才惊奇的发现 原本枯萎的花朵 竟然瞬间恢复了生机 甚至散发着惊灿灿的滤镜 还没来得及研究 她的目标就出现了 连忙起身套近火 被问来神殿有什么事 她借口是来祈祷 本以为会问她祈祷什么 怎料人家只是简单祝福后 就急匆匆有事要告辞 看起来既温柔又冷漠 她实在没理由再缠着 不过她可是打不死的小枪 自我打气一番 准备早点休息明天继续 没想到李哈特突然出现 手里还拿着一本童话书 想读给孩子听一听 小心翼翼的样子生怕被赶出去 爱丽莎这才想起上次吵架后 为了避免尴尬 她故意每天睡得很早 既然人家都主动服人 那你来念吧 这可把李哈特高兴坏了 坐在床边编一本正经翻开书 玻璃玻璃 森林北边 有一片 无人踏入的 森林 她卡壳式的生硬节奏 爱丽莎在一旁憋得脸痛苦 怎么有人把童话读得这么无趣呢 但看着那认真的样子 她又觉得很可爱 没想到丈夫这样的人 居然这么重视拍脚 她看着看着忍不住就上了手 像看什么宝贝似的 丈夫疑惑地看着她 她只好车荒脸上有头发 比如定期去神殿祈祷 或者照顾生病的孤儿 今天又给孩子们 带来好吃的巧克力 怀着宝宝还这么有心 小神官都觉得过意不去 还好教皇不再故意懂她 即使不是很喜欢甜食 仍然收下了她递来的巧克力 看着她和孩子们相处那样好 请你利用我 也就是卢柏林的名义吧 教皇似乎开始动摇了 公爵夫人捡回了一个孩子 本了竟是为出生儿子的情敌 更是小说鸟笼中 能释放火焰的帅气男主 虽是皇太子的儿子 却也因此过上了不幸的日子 原来当知道爱丽莎怀孕后 皇太子小两口就倒霉了 已经结婚四年 却连个蛋都生不出 可有些人刚从战场回来 就一次便有了继承人 面对父母的催生 小两口觉得只要忍忍就好 怎料皇帝不甘心 连皇太子都不确定 是否有私生子 他就下令利马派人去找 这让太子妃瞬间压力打 拉着太子就邀约经营 但人家连话都懒得跟他说 他气得要命 却也只敢把错怪在爱丽莎头上 好在侍女来抱 那个孩子住的地方已经被找到 很好 立马处理掉 与此同时一家书店内 爱丽莎正在挑选童话书籍 却瞧见一个鬼鬼祟祟 还脏兮兮的小孩子 竟将童话书塞进了衣服里 她一把伸手阻止 耐心地给孩子讲道理 毕竟偷东西是不好的行为 所以把怀里的书给我吧 死了书店老板突然笑呵呵出现 但看着小乞丐怀里的书 就立马变了脸 把孩子拎起来还不算 竟要动手打人 这一巴掌拍下去 一个几岁的孩子怎么扛得住 爱丽莎实在看不下去了 想阻止 却被老板让滚蛋 竟敢在卢柏林女主人面前放肆 将身份摆出后 老板果然变得老实 但您还不能包庇这种家伙 在老板眼里 从小就开始偷东西的人是改不了的 可爱丽莎却不这么认为 或许是自己也将成为人母 她还是站在孩子这边 毕竟老板也有错 不仅没教导 竟还想打一个几岁的孩子 她指着老板要帮忙赔偿损失 不过老板也必须向孩子道歉 老板无奈只能照做 但就是这样一个偏心的举动 却即将改变这孩子的一生 她带着孩子去了面包店的巷子 看着几年没吃过饭的可怜样 她不禁有些心疼 可怎么越看越眼熟呢 尤其是这一头乌黑的红发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丽莎 乃生乃气的回答 她突得吓了一跳 原来是皇太子那个无赖的儿子 还是她儿子未来的情敌 想起刚才大街上遇到的两个皇家骑士 她出的遇到不妙 原著中皇是命人寻找皇太子的私生子 但太子妃决定先下手为强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小丽莎被太子妃雇佣的杀手 逼到了一个死活痛 虽释放火焰保住了自己 却因无法控制火候烧毁了整个村庄 这个事件轰动了地骨 小丽莎也被发现并抓进皇宫 可里哈特相似的童年 爱丽莎很难不心疼 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她怎么能跟下不管 可又不能带回公爵府 突然灵光一闪 她想到了一个好地方 那丽莎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呢 丽莎同意了 这样躲在暗处的杀手们很无语 好在俩人安全到了目的地 见到胜负那一刻 爱丽莎总算心安 她希望胜负能收留这个孩子 可在知道孩子身份后 胜负却犹豫了 五岁小乞丐第一次变出火花 神殿的教皇大人就惊呆了 没想到小乞丐竟是皇室的血脉 却从小流落街头 还正在遭受太子妃的追杀 可就算在可怜 教皇也没有想收留的意思 因为美丽的火花总会烧毁一切 更别说这孩子还不懂正确的操作 这样的顾虑的确在原作中发生了 爱丽莎再清楚不过 但也正是这个原因 她才想让教皇收留 如果有您悉心教导 致命的火花也可能为人们带来温暖 可您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因为您是我见过最正直的人 真挚的话成功打动了教皇 答应收留的同时 也要求一周内找到太子妃动手的证据 毕竟小丽昂的皇室身份 对神殿来说并没任何好处 爱丽莎开心的一口答应 回家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整理脑子里对援助的记忆 刺杀小丽昂 太子妃并没有动用家族的兵力 而是雇佣了某个工会的佣兵 事情虽然很简单 可她又不能亲自去找佣兵 倒是丈夫的出现 但她突然有了办法 那就是拜托丈夫去解决 本来她还很坦白 毕竟突然又是暗杀又是私生族 而且还没有任何证据 怎料丈夫竟答应得很爽快 更没想到的是 只要是你说的话我都相信 哪怕是被骗 我也心甘情愿 丈夫无条件地信任和傻话 爱丽莎心中小鹿顿时扑通个不停 想说什么又修得不行 只好用咳嗽掩饰尴尬要睡觉 看她慌慌张张还修红耳根 李哈特不禁被逗乐了 没过多久 她就一个人闯进了佣兵工会 还叫嚣要见负责人 几个佣兵本来还有些惊恐 但他们也不是吃素的 这个弄头轻拿起短剑就劈了过去 怎料人家只是轻轻一闪 就一把拎住了她的后背 刚当一身四仰八叉 白衣旁的人都吓蒙了 李哈特再一次重复刚才的话 总算成功见到了负责人 刚见面就开门见山 赶紧拔领了太子妃命令出动的佣兵叫回来 看刀疤男不承认 他也没了耐心 一顿发挤风吹的刀疤男差点没占 看着身后碎掉的中国制造玻璃窗 刀疤男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只见李哈特一步一步走进 要是敢违抗我的命令 你们就都得去死 凭着人狠话不多的操作 他如愿拿到了证据 想着要赶紧给媳妇拿回去 怎料还没出发 就被人盯上了 他有些无语 迅速闪进另一条巷子 又粗地出现在那人身后上空 你是在找我吗 阿尔根伯爵 得知媳妇是冒牌货的他终于懵了 真正的爱丽莎早在八年前死去 别墅里那幅画上的女孩 也和爱丽莎小时候不一样 安瑟尔当时就觉得后背发凉 他认识的爱丽莎究竟是谁 这个想法一直在他脑子里打转 想找李哈特说出真相 却又犹豫要不要说 没想到成了对方嘴里跟踪的老鼠 这个暴力又毒蛇的男人 知道真相后会对爱丽莎怎样 想来想去决定无理一回 您究竟有多爱他吗 李哈特本来就把安瑟尔当成亲弟 一听到这样的问题 他立马就气得拍桌子 难道还想请他媳妇不成 可答案决定了我能否告诉你真相 真相 面对李哈特的不理解 安瑟尔犹豫半天还是说了 把他为爱丽莎装修老宅 以及和那位医生的对话一一说出 爱丽莎在八年前就死于一场费剂 别说李哈特不信 他当时也是同样的感觉 可当见到别墅里那幅画时 他才不得不信 听到这里 李哈特心中意紧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 那说明他的媳妇隐藏了身份 但他第一反应 却是害怕媳妇会因此遇到危险 所以他必须要阻止事情的发生 毕竟要他眼睁睁看着媳妇受伤 他是真的做不到 迫切显示到其他的情况 可安瑟尔并没有进一步打 因为他也害怕女孩会有麻烦 本来想告诉爱丽莎来着 却还是不忍心说出口 所以才决定告诉你 李哈特顿时松了一口气 还反常地夸起情敌做得好 比起情敌的惊讶 他倒是显得很平静 不管真相怎么样 爱丽莎依旧是他最珍贵的家人 他的回答 安瑟尔有些无地自容 他原本以为这是得到爱丽莎绝佳的接力 李哈特心里反倒没那么吃味了 只要别在爱丽莎面前表现出来就好 警告完情敌 就急忙回到家 见到媳妇睡得并不安稳 他还心疼地拍了拍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促成这场婚姻的前公爵不可能被骗 而爱丽莎那时又意外失去了记忆 就算恢复了记忆 也许早就已经忘记 有能力隐瞒这一切的人 那就是前公爵那糟老头 可他又不能找一个死人要真相 但或许有一个人能告诉他答案 那就是那糟老头的辅佐官 吩咐汤姆森赶紧去找的同时 拥兵工会取消刺杀订单的密信 已经到了太子妃的手了 之前就听说爱丽莎带走的那孩子 她气得厌室开桌子又只扔茶杯 气愤的同时 一个新的阴谋又在心里酝酿着 公爵夫人竟敢威胁太子妃的想念 可对方却连大气都不敢出 爱丽莎一大早就收到一封信 竟是太子妃邀请她入宫一讯 原来是鸿门宴 她嘴角勾起求之不得 下一秒 就一个人来到了皇宫 看着老早等在门口的侍女 没想到太子妃比她还着急 跟随着侍女的步伐进了门 参见皇太子妃殿下 她优雅的醒了个礼 太子妃当然也是表现得优雅得体 还特意感谢了她的到来 毕竟怀着宝王那么辛苦 您真是太客气了 但您这还是第一次召见我 我真的吓了一大跳呢 俩人表面呵呵气气 实则真正的较量刚刚就有开始 太子妃贴心的请喝茶 可那茶对孕妇却不友好 爱丽莎又不是傻子 一句正在害喜着委婉拒绝 俩人又是一番假客气后 太子妃的心思终于藏不住了 听说公爵夫人资助了一些孤儿 得到确定的回答 她两只眼睛都是惊喜 一听那些孩子托付给孤儿院 她更是猴急的打听孤儿院的鼓子 说是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可您为什么非要资助那一家呢 没想到爱丽莎会问这样的问题 她竟突然间不知道说什么 看对方还一脸灿烂 阴阳她资助全帝国的孤儿院 她这辈子没这么无语过 既然暗示不行 那她也就不装了 你究竟把那个孩子藏到哪里去了 呲牙里嘴的样子像是要吃云 可爱丽莎还装傻说不知道 她气得一拳锤翻了茶杯 还威胁要去向皇帝告奏 没想到爱丽莎一脸无所谓 难道收留无父无母的孩子有错吗 还是您准备说避险我皇孙被我藏起来 可您连个像样的证据都没有 区区子绝出身的乡下丫头 竟然敢这么放肆 太子妃一副要做人的架势 爱丽莎依然淡定地看表演 在对方快暴走时 直接一张纸对过去 原来这是太子妃委托杀手的证据 至于怎么到她手里并不重要 而问题的所在 是身为太子妃却想杀掉无辜的孩子 但还请您记住 要想保住您高贵的信任 就不要再伤害无辜的孩子 她嘴上警告完 又当着面将证据装进小包包里 紧接着扬起灿烂的笑 客客气气地表示下次再约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太子妃却只能把气往布里喷 当门关上的一瞬间 屋里就传来叮铃光荡的声音 就像爱丽莎响的那样 高傲不可一失的皇太子妃 现在除了生气还能做什么呢 新手奶爸第一次带娃 就把孩子气哭了 谁叫小东西要和她媳妇结婚呢 不得不说挺有眼光 李哈特满脸的隔夜 但姐姐只属于我一个人 今天是媳妇去神殿的日子 正准备出发时 她眼巴巴的也要一起 说是想见见那个孩子 或许是有着相似的童年 她很关心那个孩子之后的安排 虽然现在年纪还小 但总归拥有不寻常的力量 媳妇想尊重那孩子的想法 只想让孩子健康快乐的长大 那她肯定和媳妇一起 可见到孩子的闭眼 静姐姐姐姐的叫个不停 但不是说头发是红色吗 这样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戴了假发 谎称是教皇的亲戚 怎料话还没说两句 媳妇就要丢下她一个人带娃 可她只想和媳妇黏在一起 但我和教皇有重要的是要谈 好吧 她顿时像被扔下的小狗狗 只能委屈巴巴目送媳妇离开 突然一句叔叔 她整个人都差点抑郁 明明刚刚还叫爱丽莎姐姐 但小丽昂实在太可爱 还邀请她去房间玩 她怎么能跟一个孩子生气呢 小丽昂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 叔叔和姐姐是朋友吗 不 我们是夫妻 怎料惹哭了小人 好在她随身带了糖 果然 孩子就是孩子 一颗糖就开心得不得了 俩人关系也立马清静起来 刚到房间 小丽昂就屁颠屁颠跑去了壁炉 双手释放着火星 李哈特还以为是要亡火 但我只是想让你暖和一点 看着小东西认真的样子 她心里莫名的难受 因为在这个年纪就能释放出力量 不是经历过生死 就是感受过极度的心理折磨 连爱丽莎都心疼 她又怎会没有感觉 将风力偷偷汇聚在整间 当一缕缕的风和火星汇聚的一刻 叔叔你看我点燃火了 她宠溺轻浮着小脑瓜的样子 真的好温暖啊 而此时另一边 教皇站在神像的面前 感受到爱丽莎的到来 她有一个秘密要坦白 别人都流行先婚后爱 可这憨憨都有宝宝 却还把孩子的霸当外人 怎料一件若隐若现的事宜 爱丽莎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感情 她本来想换一件 没想到丈夫在这时出现 这是新买的衣服吗 看丈夫惊讶的样子 这让她非常尴尬 生怕被误会成故意隐诱 可丈夫却非常自然 还为她披上了爱的凉背 本来还尴尬的她 突然不爽了起来 虽然天气越来越热了眉头 但看到妻子穿了新衣 不是应该说很适合很好看的话吗 这样想着 她叫着李哈特 这件衣服不好看吗 没有 很适合很好看 虽然勉强 但总算是正确答案 可你肚子好像突出来了 她瞬间猛咪 丈夫哄她睡觉的话再也听不见 满脑子都是肚子吐肚子吐吐 不就是说她变胖了吗 她越想越气越气越想 猛的从床上做技 就披风式的给李哈特胳膊来了一场 看着那张满脸问号的脸 没事 好像有蚊子 弄得人家一个头三个问号 她当时是爽了 但第二天就后悔了 明明是很正常的动画 她却莫名的发起了披风 导致像是为了讨好丈夫才那样穿 可她没有那个必要啊 毕竟没有谁会去讨好朋友 她自言自语欺骗着自己 可又突然意识到不对 脑海里总是忍不住出现丈夫的帅脸 难道我真的有不纯的心思吗 买打 她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终于明白了对李哈特的心 原来那种感情不是对朋友的喜欢 而是对异性的喜欢 并且还那么强烈 可该怎么办呢 她好像更不知道怎样面对丈夫 一想到晚上要共处一时 她的脸都烫成了猴屁 怎料一声爱丽莎传来 为什么偏偏在这时遇见李哈克 感受着对方向往常的关心 她却无法再平静了 巧妙地拨开丈夫的手 我们还是先回房间吧 怎料这反常的表现 李哈特又心疼得不行 媳妇一定是生病了 好在医生说并没什么问题 而且孩子也很健康 要是感觉有胎动 一定要积极给予宝宝回应 现在已经是稳定期 也可以去周边游玩换换心情 两个新手爸妈全程一脸认真 却被医生一句适当亲热 弄得双双红了脸 医生说白白了后 爱丽莎那颗雀跃的心就忍不住了 要不我们出去浇游吧 她微红着脸说着想去野餐的想法 但落在某些人的眼里 似乎觉得她又发烧50度 所以还是以后再去比较好吧 可医生都说没问题了 李哈特却觉得还是不妥的 万一影响到孩子就不好 听着丈夫合理的分析 爱丽莎却肾上激素一蒙 那我呢 孩子重要 那我就不重要了吗 媳妇哭了后 她终于约了上去 我爱你 你看到我的真心了吗 爱丽莎等这一刻等得太久了 却美得就像梦一场 毕竟她才冲着男人发了脾气 觉得人家只在乎宝宝 但冷静下来又很后悔 可她真的控制不住自己 李哈特一定厌访我了吧 没想到这个男人却先一步找到她 叫着她的名字爱丽莎 一个单膝跪在地 这倒是让人挺意外的 但更意外的是 李哈特竟然勇敢到出了内心的想法 因为是人生中第一次拥有珍贵的人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能不能稍微喜欢我一点吗 男人哽咽的声音卑微极了 就好像真的喜欢我一样 爱丽莎不由的鼻子一翻 心里被搅得乱乱的 难道她和我心意相通吗 她不敢确定 低着头 我不讨厌你反而很喜欢 但我的喜欢应该和你不一样 李哈特眼睛瞬间一亮 怎料媳妇竟要一个人睡 她猛得起身紧紧抱住 你说喜欢我是真心的吗 一米八的男人像个犯错的孩子 就算媳妇不承认 没关系 我来证明我的真心 结婚七年来的第一次表白 爱丽莎始终不敢相信 她害怕丈夫是因为责任才说这些话 可我爱你 只是因为你是爱丽莎 而且我很久以前就爱上你了 那你为什么都没说过爱我 媳妇哭得稀里哗啦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李哈特并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担心自己只是单相思 又害怕这份爱 会让媳妇觉得有压力后离开 现在看来都是我的错 她轻轻逝去媳妇眼角的泪 再一次掏空自己的内心 以前的她只想复仇 好像人生就那样了 但直到你来到我身边 她内心的空虚都被温暖填满了 那样带着光的女孩 怎么能让人不去爱呢 复仇的目标在无形中逐渐被改变 现在我只想和你幸福下去 和我们的孩子一起 这不仅是目标 也是我的愿望 所以你愿意帮我实现吗 爱丽莎感动的又续情类 伸出手 点起奖尖 好像只有这样能回应那份炙热的心 终于如愿和爱的人贴贴 她第二天都还偷着乐 原来被人爱的感觉这么哇塞 突然一阵敲门声 她还以为是李哈德 没想到是安妮 原来是皇宫寄来了一封信 而且还附带一张邀请函 是建国祭前特意举办的茶话会 她这才想起七月初有这样的活动 可为什么偏在这时举办茶话会呢 何况太子妃和皇后 也不像会邀请她的人 毕竟上次在皇宫闹得很不愉快 想来想去一定是为了那件事 她让安妮回复要参加 但同时要寄一封信去国绝湖 那自信的眼神一看就不简单 婆媳俩第一次算计别人 就被当众打脸了 这场由皇后主办的精致茶话会 唯一的要求是穿粉色的碗礼服 可送给爱丽莎的邀请函 却写的是黄色礼服 而侯爵夫人的则是蓝色 为了防止俩人起以后沟通 太子妃还故意写了一样的错误开场时间 眼看茶话会马上开场 只剩那俩人还未到 太子妃内心已经忍不住窃喜 还以为自己的手段很高明 甚至开始幻想和婆婆一起 将那俩人抬在脚下的画面 小眼神一片 小跟班立马瞄躲 哎呦喂 这都马上开始了 怎么还不见卢柏林公爵夫人呢 小跟班会声会色制造言论 引起他人对卢柏林的不满后 皇后出场了 将包袱给导儿媳妇 这是怎么回事 太子妃则是表现得很无奈 既然公爵夫人说不会参加 那我相信她不会缺席的 我的天 您好善良啊 听到这彩虹屁 她都忍不住偷笑 婆媳俩你一句我一句 正爱丽的眼睛 哎呀 不好意思 爱丽莎带着侯爵夫人笑迎 路上有点堵车呢 两个人不仅准时到达 还穿了符合主题的礼服 太子妃这下傻眼了 该怎么和婆婆交代了 她却不知自己为师的高明手段 落在爱丽莎的原因 不过是动了为数不多的脑子 什么礼服颜色太长时间 只要随便问个人 就知道得清清楚楚 她皱着眉 是展示演技的时刻了 其实我那份邀请函 时间不太短 而且礼服的要求也不一样 是不是侍女误以为 我和殿下关系不好啊 是吗 侍女怎么能做那样的事 小姐们你一言我一句 太子妃那时又气又不好发作 她急需一个替罪羊 啪的一声 对着自己的侍女就是一而始 竟敢背着我搞事情 真道歉公居夫人 果然 她这一出大意灭亲还挺管的 不知情没脑子的小姐们 都指责请那名侍女 给侍女下的一个劲儿的道歉 没关系 我原谅你了 毕竟每个人都有失误的时候 还是这个有眼力见的小龙套打叉 大家讨论的话题才变成了其他 茶花会总算平静地举行 而家族会议上 李哈特同样被小人隔应 这个甘瘦甘瘦的男人静平 把建国既用不完的钱献给皇室 怎料被李哈特一票伙去 就算再怎么渣渣户户看不完 李哈特依然起身结束了这场会议 无视身后那人的骂骂咧咧 刚走出会议室 就得知已经有那个人的消息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养了七年的媳妇竟然死了 可唯一知道真相的钱公爵已不在 李哈特不得不找到一个人 那就是钱公爵最亲近的副佐官 老家伙是从哪里带回爱丽莎的呢 怎料副佐官一问三不知 他只是为夫人伪造了合适的身份 但有一点很奇怪 钱公爵当时撇下了他和几名骑士 一个人独自进入了神木之森 听说是去寻找一位闲者 那是某个家族悟出大道和神木融为一体 可具体见面的原因呢 匿数也不清楚 更不知道钱公爵有没有见到那人 可把昏迷的夫人带回那天 李哈特惊出了一笔冷汗 虽然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但神木之森一定有线索 简单和辅佐官客套了两句 他就吩咐汤姆森 务必要查清楚神木之森的一切线索 目前距离建国既只剩几天 爱丽莎每天都在神殿帮忙准备 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突然注意到一个小孩 那不是小利昂是谁 手里拿着小铁鲜满身脏兮兮蹲在那里 这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在拔杂草 看样子十分有自信 可你拔掉的好像都是花呀 看小家伙这么开心 爱丽莎也开心 但还是去洗洗干净吧 怎样小家伙嗖的就撒鸭子跑掉 一个没注意 竟撞在了别人的膝盖上 这不 一个屁股蹲摔在地 当看清对方的样子 爱丽莎就暗叫不好 被撞的那人怎么偏偏是皇太子 是小利昂的亲生父亲 喂 小鬼 神殿的人没教你撞到人要道歉吗 太子语气不快的很 可就算见到小利昂说了对不起 他反倒更不爽啊 捐那么多钱 怎么能培养这么愚蠢的人 殿下 你这样对孩子太过分了 被爱丽莎反驳 反倒让她有了嘲讽公爵夫人的机会 但话说回来能让一下吗 她用手指了 只趴在爱丽莎身上颤抖的小人 说什么要好好教训教训 毕竟她的白色衣服相当贵 真是抱歉 明星兄那么宽广 就请原谅这个孩子吧 既然公爵夫人都这么低声下气了 太子也洋装不再追究 可嘴上还说着什么低贱的家伙 只有愚蠢的父母 才会生出这样的孩子 皇室才会继承的异能 完了 要暴露了 姐姐怀孕五个月 她却以为是便便 头一次知道宝宝长在了肚子里 小丽昂低六元的眼睛盯了半天 原来就在刚才 皇太子一句母亲是蠢货 她手掌擦起火苗 想给布方一个教训 眼看身份就要暴露 不行不可以 爱丽莎连忙一把握住 丝毫没注意到自己双手同样释放的异能 生怕小丽昂的身份被发现 还好皇太子够蠢并没查久 转身离开着急去见教皇 他们这才逃过了一劫 可怎么办呢 我弄疼你了吧 小丽昂眼泪不停在眼睛里打转 但奇怪的是 他本该被灼伤的时候 却丝毫没有一点受伤的痕迹 心里正这样疑惑着 李哈特就踏着正步走来 小丽昂举着小手扑了过去 可又觉得自己身上很脏 没关系 李哈特一把将小人抱起 那慈爱的样子 看起来真的很像一位父亲 这不 一边帮小家伙擦手还一边夸 没想到丽昂正是盯上了姐姐的肚子 姐姐肚子里是便便吗 姐姐肚子里的宝宝 听你这么说会能过的 那宝宝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呀 爱丽莎撇了撇也尴尬的李哈特 无奈含蓄说是和喜欢的人亲亲 那你喜欢叔叔吗 当然了 我也喜欢姐姐 要是我和姐姐亲亲也会有宝宝吗 小丽昂已经兴奋的想要试试 爱丽莎慌的一批连忙白手解释 想说要有爱情才行 可那种是爱不爱的好像也没影响 她熟透的脑袋里飞速运转 就算不喜欢不爱 只要亲亲了就会有小宝宝 所以不能随便和人亲亲 那姐姐怀小宝宝钱也不喜欢叔叔吗 原来是这样啊 爱丽莎总算是糊弄了过去 却不知某人已经破坊了 蹲在地上说不出的苦词 因为我死都不会和不爱的人亲亲 她一个头两个大 只能默默说声对不起了 而深夜的公主请殿里 一个醉得连走路都打摆子的人来找公子 一见到公主就开始抱怨 原来是白天受了李哈特的情 她想拿活动用不完的预算献给皇帝 却遭到了无情的无事 公主一听气的骂完李哈特骂爱丽莎 巴布的整治一下那对夫妻 而这个机会就在眼前 管家来报白天有个子觉来过 男人本来还不想大理 因为那个人每次带来的生意都失败了 搂着公主要回去睡觉觉 但突然想到什么 那个家伙之前给他介绍过一个东西 说是因为卢柏林的关系都迈不出去 男人嘴角勾出一母坏笑 报仇的机会来了 媳妇都怀孕了 她却不知道媳妇究竟是谁 原以为调查神木之森就有答案 可走遍了那附近的村庄 都没有一个金发碧眼女孩失踪过 万万没想到答案会在眼前 今天是举办建国祭的日子 虽然神殿挤满了百姓和贵族 爱丽莎还是察觉到了不对劲 站在公主旁边的戴文侯爵 今天竟带了十几名骑士 可一般这种活动带一两个就足够 不过她并没有多想 偌大的神殿大厅内 神官滔滔不绝地念了两小时的宪词 不仅是她觉得无聊 就连其他人都打起了瞌睡 原以为演出的话剧会同样没什么可看 怎料却藏着她绅士的秘密 话剧讲述了被魔族统治的时期 女神将自己的力量分给了三个孩子 他们代表着三个不同的家族 但一起对抗魔王守护着人们 可惜魔王太过强大 三位家主开始变得力不从心 好在继承赤焰之力的皇室及时出现 他们才一起打败了魔王守护了世界 但没过多久 困在污染地的魔族们就恢复了力量 金发家主为心爱的初代皇帝牺牲了自己 还在污染地造出了净化壶 这种胡编乱造的历史 爱丽莎从不相信是真实的 毕竟史书从来都是圣者来书写 可当听到净化壶时 她的神经瞬间被触动 眼泪止不住地落下 仿佛那个死去的人和她有莫大的关系 没关系 那只是话剧而已 李哈特安慰媳妇的话音刚落 话剧就变成了现实 神殿突然闯入一大群怪兽 而且还有一大片正在涌来 所有人都慌忙逃窜 李哈特死死抱着媳妇正想出去 怎料属下来抱兵力不足 眼下只有尽快躲起来 他们迅速向安全地带撤离着 可这里圣骑士的人数实在太少 眼看那些平民小孩被魔兽攻击 再这样下去恐怕会丢了性命 爱丽莎拉着李哈特 你去救救那些人吧 她急得快哭了 可李哈特只在乎她的安全 但她真的不想看着那些孩子死在眼前 就在李哈特犹豫时 放心吧 我们会誓死保护好夫人的 有了属下的承蒙 李哈特才终于下定了决心 随着一阵风吹起 她不舍得松开了抓着媳妇的手 爱丽莎 我去去救回